男孩三岁就当了鬼烟谷大当家 鬼烟谷虽是山贼道徒 但他们却一直都做着劫富济贫的好事 然而这一起附近修士的道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他一口气涂了鬼烟谷上下三百月 而他做这一切的原因更让人可自容 我不管你们是不是干好事 我只是让你们明白弱肉强食的道律 为了报仇 侥幸存活下来的方行决定加入青云门学习道律 青云门是一个传承三千多年的大宗门 宗内高手数不甚数 灭他鬼烟谷满门的正是其中一个消息凶事 但他一没有推荐去 二没有惊人资质 直接被门内师兄一脚踹飞 就你这一无是处的小鬼头还想入道呢 土匪头子出身的方行哪受过这种委屈 指着胖子鼻子就骂了 你个死肥猪也敢骂小爷王 胖子也没想到一个小鬼竟然敢骂子子 说什么也要逮住这个小鬼 奈何方行实在太滑溜了 不疑会胖子就有点体力不支了 方行还不忘为头斗他进去 但就在这时方行突然被人一把抓住后走 就在胖子撸起袖子想要教训一下方行的时候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稚嫩的声音 不许欺负我家少爷 胖子瞬间被眼前的小姑娘搞得有点不支所谓 然而抓着方行的黄衣男子可没这么好提起 他直接一脚就将小女孩踢飞了出去 我还被这一击直接撞的鲜血瞬间流了一地 但就在这时 无数嫩牙从小女孩的血液中冒出 原来他竟是盗门千年不遇的木铃体质 这也直接引起盗门高层的轰动 匿名乘着仙鹤的盗门高层凭空出现 直接将小女孩收为入门弟子 作为条件 方行也得以成功败入盗门 但胖子自然没那么容易让他轻松入门 他直接带方行来到一个心 随手丢给他一套入门功法 就让他在这照看宗门药天 想要成为入门弟子 必须到达灵动一层境界 不过以你的资质估计要守一辈子 果然像胖子说的一样 一个月过去了方行不论怎么修行 都无法感受到真气的嘴 无奈之下他只好打开九书 临死前留给他的那本书 阴阳神魔剑 这都什么呀 但话音刚落手里的书 突然闪起一阵强烈的电话 无数星光瞬间淘着他的脑海勇去 方行惊奇地发现 以前晦涩难堵的青云断气皮 居然在此刻变得通俗一点 不等他在西线 所有金光就朝着他丹田会主 最后全部归于当部 正当他想要趁热打铁修炼的时候 面前突然出现几个不速之客 就你他妈叫方行啊 来人正是方行的士续 还不等方行反应 其中领头的就一把拽住方行的衣领 然而此时方行的外寡 还需要一点时间来领 于是他决定先卖惨施弱 看着他这么识相 几个师兄也瞬间 没了继续欺负他的兴趣 隔天方行就承包了 师兄们所有的药天堡 甚至洗衣做饭 匹柴烧火都是他一个人 忙了一天还不许他上桌子 然而到了夜深人景 方行决定发起反击 确认大家都熟睡后 他提着匕首就朝白天欺负他的大汗刺去 鹿屋瞬间发出一声刺耳的惨叫 作为师兄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抡起拳头就要反击 但此时方行身上却爆发出一阵勤烈灵气 他们虽然已经入门六米 但仍然没有一丝灵气 局势瞬间成了一面倒 方行趁机一刀就嘎了师兄的腰子 接下来我就是这里的老大 谁赞成 谁反对 其他小弟哪还敢反对 只求方行饶了自己 于是次日方行一个人在凉亭里挡着休息 其他几个师兄在药田里吃苦闷里 来巡查的胖总管直接惊呆在原地 这绝对是幻觉 等他询问几人才发现方行那小子居然修出了灵气 那小子不过才来几天怎么可能 将信将疑的胖子还是决定去探个趋势 为了闻所起见他决定略是想进 误一会他就一脚踢开方行的房门 大胆方行居然撕摘灵妙 现在人脏病毒 你还有什么可说 说着就往方行脚下丢下一筐药材 方行看出来胖总管是要故意栽葬他 从小就是山大王的他 直接运起青云断气绝就朝胖总管攻去 胖总管也没有料到方行会这么混乱攻击 他只能木剑横在身前被动攻击 但他还是低估的方行的力量 手里的木剑在方行的攻击下应声断 恼羞成怒的胖总管只能使出青云一团剑阵 剑阵的威力果然不易摆 方行一瞬间就被困在原地 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破开剑阵 想想 敢惹我胖友 去死吧 但就在飞剑即将接触到方行的时候 他体内瞬间缠来一阵满 无数灵力朝他汇拳 他竟然在千军一发之际突破了灵动一层 难道是阴阳神魔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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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把抓住攻来的飞剑 拎过来的胖总管眼见不妙就要拉开距离 但方行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照着胖脸就是一拳 经过这一站胖总管也彻底变得老实 而按照青云门的规矩 只要突破灵动一层就可以成为外门弟子 现在方行只需要用灵气敲响眼前的清心中即可 只见方行把手放到眼前的清心中上 随即整个青云门就响起一阵悠扬的钟响 做完这一切胖师兄直接带他来到法器了 外门弟子晋升后都有机会挑选一件趁手的法器 然而就在他经过三柄飞剑的时候 倒海里突然响起一阵声音 紫童飞剑 内有法阵 现已损坏 没想到体内的阴阳神魔剑居然还有尸宝功 什么下柄飞剑 烈火阵气等法器的属性也瞬间在方行脑海里出现 不过这些低级法宝方行一个都看不上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一个奇特的面具 万罗鬼面 戴上即可拥有72变 对于土匪头子出身的方行来说 这简直就是杀人悦户必备神器 我就选他了 选好法器接下来就是正式的修炼 感受着借助零食数倍增长的修炼素 方行不禁感叹 可惜零食三个月只有一颗 看来得想办法多弄点零食才行 看来是时候去鬼市看的 鬼市是修仙界的地下交易市场 凡是鬼市交易只问价格不问处 还好方行拥有可以改变外貌的面具 戴上面具后方行直接从小正太体型 变成了高大帅气型 鬼市果然热闹非凡 临时法器应有精力 方行瞬间对其中一把宝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宝剑浑身散发着红光 一看就不是反品 在下手里有件法器 不知师兄可有兴趣 只见方行从怀里抛出一个烟壶 顿时迎来一阵嘲笑 这件法器确实需要仔细看才能看出其中门道 众人听罢也纷纷凑过来想看个丢队 但就在这时烟壶突然散发一阵紫色烟雾 凡是闻到这个烟雾的人纷纷晕倒在里 于是方行决定再去一趟鬼市 但是由于上次他大闹鬼市 鬼市已经加强所有安法 不过这次他决定扮演 看到扮作女人的方行守卫果然放松了几天 成功混进来的方行发现经过上次大闹的时候 现在摆摊的都是些老油条 不好下手了呀这次 不过很快方行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摊 不仅法器宝物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大量的零食 但方行很快就发现其中端 摊位上的东西虽然很理真 但是却没有一件是真 要不是他拥有阴阳神魔剑 可能就连他也骗得去 方行随便拿起一件法宝完卫的对摊主 你这法宝都保真了 此言一出摊主瞬间满头大汗 在黑市造假被发现本是重罪 本就做贼心虚的他赶紧向方行求劳 方行也没过多为难他 只是要了他的名牌得到他真名后就转身离去 到时候帮我做一件事我就听了 刚转过头就发现老对头后清居然在卖妖灵丹 后清乃清云门百年不遇的修炼天才 不仅加士贤鹤 自身修为更是达到了灵动三层 据说 他吃一件就秒杀了三位士徒抢劫他的血者 而他售卖的妖灵丹也不是反品 此乃一受炼化而成 一颗最少就值上百颗零食 但他偏偏只接受石金散来花 石金散是炼制破阶丹的必须材料 破阶丹吃上一颗就可以突破停滞不前的境界 甚至大部分修饰中其一生也无法凑齐一颗破阶丹 而由于破阶丹的珍贵性 自古以来都是掌握在大宗门手里 就连炼制此丹的石金散也被严格控制 想到这里方行顿时寄上行来 他偷偷凑到后清炼前故作神秘的树档 别说话 跟我来 说罢不等后清反应直接转身离去 带着黄旁男进入小树林 却突然转身给他的大八子 气势凌人的教育道 你是傻逼吗 在黑市光明正大的收购石金散 要是被宗门发现 今日在场的人都跑不了 方行当然不会无缘无故打 因为他早已知晓黄袍身份 急需破阶段的外门弟子 而且出手阔绰 只有自己的死对头后清 后清虽然知道理亏 但如何受得了如此欺辱就要动手 就听见方行悠悠说道 石金散倒是能搞到 不过这价钱肯定不行 后清一听还真有石金散 瞬间压下心头的怒呼 静下心来打量面前的女子 看方行一脸高傲的模样 难道是宗门高层之后 这也能解释对方 为什么能搞到石金散 不过方行的价格实在太高 就算以他的身家也吃不消 但是看方行的态度很是坚决 只能无奈打眼 两人相约明日再次交易 一日方行再次来到小树 但明显感觉到周围一场 抽出小匕首以防万一 却发现只是一只灵猫 虚惊一场 后清却突然从他身后窜出 方行瞬间反应过来向后击退 眼中却是惊议不定 因为此时的后清一脸细血 他可不是傻蛋 回去后冷静下来就发现破绽 要真是高层后代 怎会来此黑市 冒着违反门规的风险 只为换取几枚妖灵弹 最大可能就是女子是个骗子 说完就准备冻水 方行却是淡定一聊 直接将石金散递上去 口中却说道 后清你厌厌或不就清楚 是真是假 后清一听对方掉破自己性能 如遭雷击 你怎会知晓我的身份 方行淡然道 以我的关系 查你的身份还不是分分钟 后清瞬间不淡定了 难道对方真的是高层之后 方行看出后清已信了大板 迅速地照出自己的九蛇惊严剑 口中更是高傲 你要是不信尽管来战 后清看着方行如此姿态 却反而相信他的身份 毕竟九蛇剑这种高尖法器 一般弟子根本不可能拥有 后清敢忙降低自己的姿态 表示只是为了谨慎起见 师姐见谅 希望可以继续交易 方行心中狠狠地松了口气 交易完成后方行迅速离去 后清站在原地 总感觉哪里不对 拿出怀中的石精散烟火 这东西居然还吊晒 以大爷的居然真是骗子 九座玄关历经万古而不死 相传其中有惊天造化 其中一座玄关却挣脱束缚 散发着刺眼的红光 从虚空中坠来 向着修行界中的青云门砸去 见到这一幕的青云弟子 瞬间觉得小黄叔不香了 而青云身处一尊古老的存在 也在此时睁开双眼 口中低难道终于来了 方行却看着手中的天灵妖丹发了 这东西该如何练化 也没有个说明书 十年的大道生涯告诉方行 只要跟单爱变得吃就完了 可转眼就为冲动付出代价 阴阳神魔剑突然发来信息 天灵妖丹只可放在舌下慢慢练化 吃尽体内会被灵气瞬间撑绑 这可把方行急坏了使出十八般无益 但肚子表示一旦付款盖不退 半注香后方行面目赤红 身体却感觉到刺骨的寒意 全身上下散发诡异的白烟 随后慢慢失去意识倒在床上 却不知一道古老的玄关 直直地向他砸去 煞世间一股暖意传来 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迷糊之间还听到了大道之音 道可道非常道 玄之又玄中庙之门 这居然是无上功法 太上化灵精 当方行再次清醒时 修为已到灵动二重巅峰 但还没来得及高兴 朱之士却带来惊天恶好 昨天被方行所骗的故亲 联合整个鬼市的受害者组成联盟 是要抓住方行这鬼市大的 更是将整个外门搜个底朝天 方行瞬间吓得冷汗直流 因为装脏物的袋子貌似不见了 不会被发现吧 方行赶紧满房间的寻找 而另一边的后卿已然抓狂 他瞄得这证据都找到了 这几名猪队友 居然不记得哪里来的 后卿揉揉脑门一脸无奈 身后突然走出一名娇媚的女子 对着后卿百般安慰 明显两人热恋似火 实际上后卿正是为了娶着女子 才着急突破境界乱了分寸 居然想到鬼市换取石精彩 最后才着了方行的道 看着柔情似水的美人 后卿发誓一定要娶她为妻 并且做出一个危险的决定 此时方行还在满心焦急地找袋子 这东西要真被搜寻 这清云门可就无她容身之处 房外却传来一阵敲门声 方行已是惊弓之鸟 生怕来的是宗门执法队 哪知居然是被她教育过的刘师兄 但明显她只是个带路 因为她身后又走出一人 居然是大冤肿后卿 男人饥渴了七天七夜 终于遇到了甘甜的溪水 却被同伴死死地压住 不让他饮用一滴水 还声称是为了救他性命 几日前方行接到道门扶赵 这属于清云门的强制任务 领头的却是死对头后卿 死刑恐怕有生命之危 混子猪直视连夜赶来 苦心劝戒方行逃离宗门 更是贡献出私藏的后山密道 方行沉吟片刻却果断拒绝 因为这是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能逃一时逃不了一世 只有自己不断地变弃了 才不会被他人欺辱 一路上方行都在谨慎观察队 没想到其他四人都同属不家 除了地位最低的柳三 对方行稍稍流露出善意 其他两人看方行的目光 犹如看死人一般 方行心中微动 这次扶照任务肯定不简单 顾清这小子不怀好意 夜晚方行故意喝酒装醉 其他几人怎会防备区区骇毒 随意地讨论着此次任务 此行的目标居然是四阶巨妖 以顾清等人的实力别说四阶 三阶大妖估计都够强 但他们却表现得胸有成竹 原来顾清早已设下毒计 以方行的灵童之血引诱巨妖 再设下陷阱扶杀 为保证计策成功 方行必须流进灵血而亡 唯一持反对意见的只有柳三 但他人为言轻 平日里只能对方行多加照料 细心地教导山中的各种技能 弥补心中的愧疚之情 一日内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缓缓地向腰杖山内部行进 没想到一路上涨起风声 根本没有可以饮用的水源 除了不轻杖的修为高深硬撑 其他四人已经虚弱不堪 一名小可拉米已然坚持不住 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 腰杖山深处居然还有一条溪水 小可拉米再也安耐不住 向着河水冲去 休息的柳三貌似发现什么 急速冲上前去抓住小可拉米的地板 一个潇洒的过肩摔将他压在身下 小可拉米狂怒 柳三你居然敢对我出手 你弟弟的性命不想要了吗 柳三微微摇头冷声地表示 河中有危险不能过去 小可拉米愤然一笑 这河水清澈见底连条鱼都没有 哪来的危险 柳三不多话拔出随身配刀 随手从身旁的树上挑出一条青蛇 捏着青蛇走到河边 将他投进河中 转眼间河中就冒出鼓鼓鲜血 青蛇渐渐沉入河底 再次出现食指剩下森森白骨 男人干渴了七天七夜 终于找到了水人上前喝水 却被人直接干翻在地 原来河中不满恐怖的妖鱼 只要有活物碰触到河水 瞬间就会成为一堆白骨 赵峰两人看着身后的男人 一脸的感激 要不是他出手图止 两人已经魂飞魄散 来人名叫柳三 方圆百里内最强大的猎虎 但在顾青面前也只是个小老弟 今日他们聚集在这里 却是为了暗中对付年龄最小的方形 方形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 队伍的阵型隐隐把他围在中间 领头的顾青却突然轻刻的 马上到达目的地准备战斗 赵峰抽出短刃严阵以待 眼光却飘向后面的方形 各种意思不言而喻 却在此时方形脚下一滑 直接掉进了路边的沼泽 众人一惊 方形虽然必须死 但却不能这样没有 还得取他的全身零血引诱巨腰 关键时刻 一只粗大的手掌握住方形的手腕 居然是一只尾随方形的柳三 众人合力终于将方形救出沼泽 方形一阵遗憾 差点就借机逃掉 又前行了一段路途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顾青正要招呼赵峰解决方形 却听方形叫道需要尿尿 顾青善解人意英语 毕竟马上要死 一些小要求还是要满头的 随后招呼赵峰跟上去 干净利落地将方形解决掉 赵峰一脸邪笑 这点小事师兄放心 方形见赵峰也过来心中明亮 口中却说道 赵师兄来比比谁更高更远 没想到赵峰直接拔出笔手 露出一脸邪恶的笑容 小子肯定是我最高最远 因为你再也没有机会 却发现身旁的方形已经不见了 随后自己的腰部传来一阵刺痛 居然被方形来了个被刺 方形拔出笔手一脸的冷意 赵峰心中抓狂 没想到方形如此阴险 愤怒之下反手一刀刺来 却被方形单手握住手腕 更是一脚踢在关节要害 赵峰瞬间失去战力 全身瘫软在地上 一旁的顾青心中一惊 这小鬼居然还隐藏实力 迅速运起满天的零件 向方形急迟而去 方形却一个闪身躲过攻击 随后纵身捞起倒地的赵峰 跳入满是鱼妖的河中 赵峰瞬间就被鱼妖围上 转眼就成了一堆白骨 方形却不知所踪 来人将方形的妹妹踢成重伤 方形自知实力不敌忍了下来 来人向方形发出盗门扶照 宗门任务不可不做 方形也忍了下来 今日却还要取方形的全身灵血 作为巨妖的诱饵 这真的就忍不了了 方形全身的血液都在怒吼 凭什么你们可以为所欲为 难道就凭你家是强 拳头硬吗 今日他将化身 厉鬼取儿等性命 没想到顾青早有准备 不止使用稻草人混淆视听 周围还布下重重陷阱 方形不幸被利剑损伤 更是被顾青几人团团围围 方形知道先机已失 只能先行退去徐徐徒治 但是后路已完 要想安全离去只能正面突围 方形果断地发起攻击 顾青却是不屑一笑 真是不自量力 飞机拔出轻锋剑杀来 平紧一击 方形不止身体遭到重创 手中匕首更是被一剑斩碎 方形重重地砸在地上 顾青的修为骑马蚁到三重巅峰 平方形二重的实力肯定不是对手 一旁的前通趁机一招擎打手 将方形狠狠地压在地上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方形悄悄地从腿部中拿出匕首 趁着前通得意之急 将自己的手臂旋转180度 一刀狠狠地扎在他的颈 更是趁着顾青等人愣神之际 共生飞跃逃走 柳三连忙封住前通学道 好歹留下一条幸运 不过扎前通的匕首乃是法器 直接将前通的全身灵学封住 接下来的半个月不能使用能力 短短一日顾青连施两元大将 此时的他心中泛出一股寒意 方形年岁虽小 但形势很辣不断 与之为敌可能是他今生最大的错误 但是任务必须完成 失败的后果他承担不起 但没有方形的灵童之血 如何能引诱巨妖 眼下只能做两童准备 派出猎人柳三追杀方形 方形虽强但是身受重伤 凭借柳三的追踪术 应该可以将方形拿下 但为了以防万一 还得重新选择一个诱饵 顾青将眼神转向重伤的前通 眼中晶光不停地闪烁 在柳三震惊的神色中 一剑将前通的双脚刺穿 既然废了就废物利用下了 前通更大着双眼 发出一阵悲凉的笑语 没想到最后要自己命的 居然是自家主 一旁的柳三心中泛起阵阵寒意 要不是弟弟还在顾家手中 他非得跟顾青听的你死我活 就这种人渣怎配活在世上 柳三连夜前往追踪方形 哪知刚出密林吉里 就遇到再次等候多时的方形 男孩只能活到十岁 哥哥为了给弟弟续命 把自己卖给了顾家 做着最危险的任务 此次目标就是眼前的方形 柳三从怀中掏出一个紧带 猛力一捏飘出道道妖血 他居然想吸收妖族之力 强行提升自己的战斗能力 这可是修行界的禁术 使用后起码折寿三年 方形却不知道 为了弟弟能够活命 柳三可以付出一切 哪怕杀掉方形这种无辜的人 技术时间有限 柳三带着狂暴的气势杀来 希望能速战速决 方形勉励侧身让过攻击 但是柳三的速度实在太快 方形来不及躲闪只能硬扛一击 柳三吸收妖血之后 力量起码增强了两倍 方形直接被一刀劈在地上 柳三浑身煞气慢慢向方形抖来 方形此时已经受了轻伤 虎口阵列手臂发麻 绝对不能再跟对方正面抗衡 只能依靠着身法闪躲 但是九手臂师终究露出破绽 被柳三直接抓住脚踝扔出去 巨大力量带着方形连续撞断十颗巨鼠 方形瞬间没有了声息 柳三带着复杂的心情慢慢靠近 方形却猛地睁开右眼手捏剑角 一道剑光突然出现在柳三身后 柳三躲避不及只能选择硬扛 一阵巨大的爆炸身后 柳三的身影慢慢浮现 浑身上下都是伤口 并且右臂遭到重创不能动 胜利的天平貌似在向方形清洗 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一把利剑突然向方形射去 柳三居然还有秘术口中藏剑 方形慌乱中运起九蛇剑相抗 本以为是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没想到结局很是让人意外 柳三直接被一剑扎在心口 瞬间没了气息 方形却毫发无伤 柳三的飞剑居然扎在酒囊上 方形的眼中闪过一阵迷茫 仔细回忆最后一年 柳三应该是故意射片 至于为什么方形并不清楚 也许是柳三在方形身上 看到了自己弟弟的影 另一边顾清看着时辰 已经料定柳三任务失败 那么只有干掉钱通 用他的灵血去引诱巨妖 没想到关键时刻一把飞剑射来 直接将顾清的配剑震开 飞剑在空中旋转几圈后 掉在了钱通的身前 顾清心中一惊已猜到来人是谁 看着方形顾清不屑一笑 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有种 还敢一人来送此 方形腼腆一笑 谁说我是一个人 这名少年到底有多老六 凡是他的敌人都会遭到被词 被词加一 被词加二 被词加三 这种人物阎望见了都怕三分 但今天却遇到了对手 星云门天才弟子顾清 灵动三重巅峰的大高手 但是方形却早有准备 悄悄将顾清的小弟测粉 想要以多欺少 但还是低估了顾清的实力 此剑一道剑光快速赏 潜通的身体瞬间变得僵直 一滴滴鲜血缓缓地流出 随后一头栽倒在地 方形在一旁下的冷汗之流 顾清居然有高阶剑起轻风剑 此剑能极大增加攻击速度 虽然有致命弱点使用会损耗手 方形可不想跟着疯子一般见识 拔腿就跑 顾清怎会放过他穷追不舍 方形只能照出九蛇经验剑相抗 强大的攻击却被顾清单手接住 方形趁着这空隙妄图跑掉 但视频哪里那么简单 顾清一招斗转星移 将方形的九蛇剑反手射 显之又显躲过攻击 方形自知今日危险了 但以他的狡猾怎会没有准备 抽出随身短刃狠狠割破自己的手掌 将自己的灵血洒得遍地都是 更是运功催动血液中的灵气 他居然想召来巨妖与顾清御视剧粉 顾清此时心中慌的一批 他还没做好猎杀巨妖的准备 天空突然出现大片的阴影 一股强大气势凌空而降 直接将二人震伤 居然是四阶霸主巨妖莽枯哈 这种妖兽刀枪不入浑身距离 极难对付 莽枯哈刚到就对顾清发起攻击 顾清瞬间傻眼 紧紧几招顾清被打得四处逃窜 心中更是一阵委屈 按理说方形释放的灵血 莽枯哈应该进攻方形才对 为啥追着自己不放 却不知方形却早有算计 莽枯哈可是有着蛤蟆血脉 这东西可看不到静止的目标 所以谁动谁死 顾清也是打出了火器 既然不给他活路 那谁也别想好 果然不愧为青云门天才弟子 仅仅几招就找出莽枯哈的破绽 一剑插入莽枯哈脑门绿血四箭 但是却没有卵用 不止清风剑被毒血俯视 还激怒了莽枯哈 散发出强大的音波攻击 压得两人连连后腿 更是悄然中散发出毒气 好在方形及时捂住口鼻逃过一劫 不过这一动就被莽枯哈发现 直接以巨大的身躯压来 少年想要逃跑活命 却被妖怪一口吞进肚子 但他不仅没有被胃叶腐蚀 还吃起了妖怪的血肉 外面的不清已经全身重伤 手中清风剑更是毁断 面对巨妖的进攻只能躲审 但是他不甘心失败 而且莽枯哈的状态也在下降 他准备进行最后一波 聚集全身的灵气运行鬼练 顾青再次被镇飞出去 眼看就要领了河饭 莽枯哈却突然全身抽搐 气息更是慢慢衰弱直至不见 顾青没想到能绝地逢生 可转眼的一幕让他惊恐万分 本以为必死的方形 却坐在莽枯哈身上吃起了腰肉 方形照出九蛇惊艳剑 现在的他杀顾青如杀蚂蚁 没想到顾青能屈能伸直接跪下 表面奉献出全身财物换取姓名 手中却握着暴起胆 准备趁着方形近身之际偷袭 可突然一把利剑从天而降 在方形这个绝顶老六面前 耍这些小手段真是找死 顾青没想到死在这种小人物手中 却不知当初在青云门前 他欺负一名弱小的女孩时 就注定了现在的下场 女孩可是被方形视作亲身妹妹 方形此行最大的收获 还是这四接妖灵蛋 正常修士只能拿去炼成丹药服用 方形却直接一口吃下 那是因为他有无上功法太上化灵精 此法得天地之造化可化万物 三日后方形再次清醒之时 修为已经突破到灵洞三重 总算在青云门有了自保的能力 接下来考虑的是怎样向宗门解释 全队都领了盒饭为什么救方形活着 果然江湖上混得全靠眼镜 方形回到宗门就是一顿卖惨 加上年少宗门长老瞬间信了大板 而且方形很多事都没有胡说 比如顾青逃跑却被蟒哭哈针对追杀 宗门长老深知蟒哭哈的习信 只能看见运动的物体 另外还特别强调柳三被吸入妖怪部 过了一会儿蟒哭哈就没了气息 宗门长老马上自行脑补了事情经过 肯定是柳三从内破坏蟒哭哈内脏 才导致巨妖身亡 不过他也因为灵气枯竭而亡 方形没想到此行如此简单 但他因为没有带回妖灵弹 所以掌门准备判定此次扶照任务失败 但这位扶照大殿的长老有不一样的意见 将方形打发出去后 长老向掌门建议 现在很多弟子不愿接取扶照任务 因为任务的生存率越来越低 要是我们将方形的任务判定为成功 并且给他相应的奖励大肆宣扬 肯定会刺激更多弟子们的积极性 掌门抚恤一笑失地所言甚实 方形没想到如此好事会落在自己头上 出去溜达一圈不止修为大镜 还得到石金散这种稀缺的灵路 而且因为奖励物品太过贵重 长老特地安排自家的弟子护送方形下山 方形大赞宗门坐视周全 却没看见长老阴险的笑容 谁能想到任人欺凌的少年 转眼就变成横行鬼市的大盗 就在刚刚方形做完宗门任务 意外地得到稀有材料石金散 没想到引得同门师兄寄予 欺负方形年少提出以30块临时换取 可是石金散的正常价格起码需要300块 见方形不愿玄照师兄瞬间翻脸 直接单手围住方形的脖子 应侧侧的倒 30块可不是小数目 只要你同意以后在这青云门中我照着 不然的话 方形却不受威胁死印着不松口 玄照师兄看威逼不准 直接将方形重重地砸在地上 一脚狠狠地踩在方形的脸上 师弟可别逼师兄下沙手 要知道这青云门内每年不知道有多少误会 方形心中暗恨想抢救明说当婊子还想立牌坊 为了活命也只能乖乖交出石金散 玄照看在方形石像的份上放他一马 走之前还留下狠话 师弟这件事我不想有其他人知道 如果泄露出去你应该知道后 却不知方形望着他的背影音音一响 玄照带着愉快的心情准备回反山门 一把长刀突然从身后斩出 玄照凭借着多年的战斗经验 显知又显得闭股 此帅气的脸蛋仍然破了响 这么多年来从未受过如此大 一名身带面具的八尺壮汉突然从他身后冒出 小老弟吃毒食可不是好习惯 玄照直接运起擒虎公向身后杀拳 想分一杯灯地探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面具男不甘示弱 直接一式直拳带着强大的气势向着玄照杂拳 事实不就知道了吗 玄照不及变招只能强行硬打 没想到面具男此拳只是虚照 而他的目的居然是放出这迷烟物 满天的迷烟喷射而出 就玄照这种货色支撑不了三秒 不过他昏迷之前 貌似听到面具男提到了刘峰的名字 此时的方形一脸的兴奋 不止抢回了被夺走的石金散 还将玄照全身上下打结个金光 更是给死对头刘峰想到 要不是杀掉玄照会引个宗门阵斗 肯定送他去领盒饭 谁能想到横行鬼市的大道 居然是眼前的小小少年 三个时辰之后玄照终于苏醒过来 察觉到石金散已经被人抢走 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到手的鸭子居然飞走了 想起昏迷前的迷烟 他已经知道面具男的身份 但是鬼市大道神出鬼没从未露眼 所以刘峰成为唯一的线索 此时的刘峰还愉快地喝着小酒 却不知即将大火领头 少年每天都会有个新的身份 可能是娇滴滴的大美人 也可能是身高八尺的鬼市大道 死对头刘峰的名号 此时的刘峰猛然不知背了个巨骨 还在方形的院子中饮酒坐落 听闻胖子是方形唯一的朋友 有事没事的就找胖子麻烦 今日疯传不清的扶照任务完调 那么作为诱饵的方形肯定领了喝饭 刘峰心情大好没有了后部之忧 针对胖子更加肆无忌惮叫嚣道 死胖子要是给老子磕上一万个头 每次磕头都骂一句方形 说不得我心情一好就放你一马 不然就送你去跟方形作伴 胖子屈辱的跪地磕头 可骂方形的话却仿佛卡在喉咙 怎么也说不出 那可是在青云门唯一真心对他的朋友 刘峰没想到死胖子这么讲义气 那必须得斩草除根 笑出自身飞剑就要结果胖子信物 胖子强忍着死亡的恐怖心中落年 方形下辈子我们还做兄弟 突然身旁伸出一只手掌稳稳地接住飞剑 更是直接将飞剑震碎 方形没想到胖子这么够意思 就算死也不肯说自己一句坏话 心中已把他当作一辈子的凶女 不过兄弟被欺负了那就得找回场子 此时的刘峰已经慌得一批 强忍着内心的恐惧准备负于顽抗 却被方形一个大逼斗呼在脸上 又被死死地踩在脚下 此时的刘峰再已没有了嚣张的气焰 心中只有满满的恐惧 方形最终还是留下刘峰性命 不是因为他心煞而是早有算计 果然当重伤的刘峰清醒后 颤颤巍巍地想要站起身世 以名巨汉从天而降 像抓小鸡仔般将他提起 他还懵懂不知自己威了多大的火 半小时后刘峰在酷刑下没了气息 玄召师兄没想到刘峰这么嘴硬 死都不肯说出鬼是大道的身份 不过还是被他找出蛛丝马迹 那就是刘峰来之前居然被方形损伤 这绝对不是巧妇 方形此时却在整理这次的收获 不只有丹药法器还找到一张缩地骨 这可是逃命的好宝贝 最大的惊喜当属这擎龙控克宫 这可是进入内门才能学习的法术 炼至大成可控制无形进气奇妙无穷 方形见烈欣喜直接开始修炼 门外却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方形以为是胖子过来窜门 没想到是明面色焦急的爵士大美女 自称是顾清的未婚妻内门弟子林清雪 想知道顾清究竟是如何死的 方形心中一慌想到了 从顾清身上摸尸来的秘迹 急忙一个猛哭把抒压在身上 脸上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急忙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林清雪以为这是方形的私家珍藏小黄树 眼嘴一笑还告诫他年岁小看多了伤身 方形摸摸脑袋装作一副受教的眼 却不知林清雪的笑容意味深长 风姿卓越的妙龄少女 居然想取十岁少年为妻 更是拿出高阶丹药当作聘礼 方形拿过丹瓶的瞬间已知不对 因为瓶内空空如影 果然一道刺耳的破空声突然响起 方形虽然反应急事仍被利剑所伤 七日前方形被顾清抓去当作幼儿 准备完成宗门的扶照任务 七日后却只有方形独自返回 还带回了顾清战死的消息 顾清的未婚妻林清雪 心中隐隐感觉方形有问题 本准备前来打探一番 没想到刚进门就看到自己送给顾清的擎龙控克宫 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顾清肯定是被方形所害 今日是要杀掉方形为父报仇 方形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照出九蛇金颜剑小抗 但是林清雪不愧为内门弟子 虽然出生炼药为主的丹霞 但灵动四重的修为依然打得方形节节败退 眼看方形就要死在灵清雪剑下 一个光照突然浮现在方形身前挡下攻击 居然是外门的红掌老道 清云门内私斗可是违反门规 灵清雪刚想解释原有 方形已经装得一脸的无辜说出惊天之语 灵师姐说顾师兄把我带去是当作幼儿 顾师兄死了我却活着 怀疑我是凶手 要送我下去给顾师兄陪葬 此话一出引得围观的弟子震动顾 没想到这些大祖子弟 把我们外门弟子如此不当 外门长老故意咳嗽一声 只向灵清雪如果此事属实 宗门必定延长 灵清雪却是丝毫不惧 我可是七峡谷内门弟子 你身为外门长老可没全力处置 这明显触到了红长老的逆铃 咋的你们内门弟子要上天吗 正准备动手将灵清雪镇压 天空中突然飞来一名气质轻力的女子 方形一眼就认出是带走小蛮的灵云师姐 本以为她会站在自己一方 没想到灵云出口就是关枪 红长老清雪年幼不懂事还请见谅 此次我必会带回谷内严加广教 此言一出外面吃瓜的弟子都笑了 把人带回自己的地盘想法 还不是你们自己一句话的事 长老深叹一口气内门师大招了不起 只能对方行说句抱歉退让 本以为此事就此结束 灵清雪却突然拔剑向着方形刺去 就算冒着触犯门归也非杀他不可 方形心中狂怒不闪不闭 直接用血肉之躯握住长剑 既然宗门长老不能给自己一个公道 那就我自己来逃 一个大逼斗呼在灵清雪的脸上 吃瓜的弟子震惊万分奈何文化太低 只能说句方形牛逼 方形还想继续在呼几个大逼斗 却被一旁的灵云师姐拦下 谁别你的胆子敢打伤内门弟子 方形没想到灵云如此罢了 明明是灵清雪先行出手 难道我们外门弟子天生低贱 只能坐以待毙 这瞬间引得外门弟子同仇敌凯 灵云没想到居然惹了重力 只能向长老告扰夫人 此次必会让清雪再忏悔共思过一门 更是给方形留下一包丹药 还承诺可以帮方形免费炼丹药一次 这才顺利地带着灵清雪离去 方形本以为此事就此结束 却不知人群中有一人突然衍生一死 因为他刚好认识方形的九蛇经验间 此件可是当初玄照师兄拿去鬼师出手 最后却被鬼师大盗抢走 玄照知道消息后 已经断定方形跟鬼师大盗肯定有关系 招呼自家小弟无论死 明天我要看到方形跪在这 眼前的女人可以满足男人一切需求 少年却不为所多 历经艰险闯过护山见证 只是为了求取一颗破戒丹 更是希望能见妹妹一面 凌云悚然一惊 方形居然是当初青云门前的小乞丐 没想到他居然真的能进入青云门 但是宗门天骄怎能与乞丐扯上关系 凌云瞬间拔出长剑指向方形 小蛮既然入了青云门就跟你再无关系 你若赶前去纠缠乱他道心 我必会杀了你 方形无视锦上的长剑低难道 凭什么 凌云紧了锦手中的长剑 就凭我比你强随手可以杀你 方形却依然不惧 有种现在就杀了我 不然总有一天 我杀你如秃狗 凌云没想到方形如此霸气 方形却还嫌不够继续刺激他 你们真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仙人吗 凭什么决定别人的人生 凌云黑着一张脸气炸 但是对方形他还真的下不去手 因为他根本没有杀过人 刚才也不过想逗逗方形而已 不过答应方形的承诺还得完成 没想到方形居然想炼制破阶弹 这可把凌云给逗笑了 要知道破阶弹的原材料可是石金散 这东西就连内门弟子都很难得到何况万能 没想到方形居然真的从怀中掏出石金散 就连炼丹大事的凌云都感到不可思议 难道方形还有不为人知的背影 方形苦等一天一夜之后 终于拿到了成品的破阶弹 有了这东西就能突破到灵动四重进入内门 方形准备告辞离去 但是凌云却一直有个疑问 刚才你不怕我真的杀了你吗 方形晒然一笑 像师姐这样的大美儿怎么会随便杀人 说完就跳下窗户跑路 凌云却是一呆 然后奄然一笑着小混蛋 方形准备返回外门 走着走着却突然停下脚步 三名静装男子挡住了他的去路 来人也不多话拔出长剑杀来 但是他们却低估了方形的实力 方形照出自己的酒蛇金焰剑一阵乱杀 没有理会几名小喽啰 方形回到外门杂役的老房子 掏出五十两黄金 请老兄弟们下山恶喝乐 因为此地偏僻平日 根本无人前来最适合铺 方形浮下破街 单本以为会有很大的动作 没想到等了半天身体都无反应 不会凌云师姐给的是假药吧 下一秒方形就一头栽倒在地陷入沉睡 他在梦中居然看见了九叔 九叔双手按住方形的肩膀口中念叨 急剧全身灵气冲击脉 凤凰浴火才能涅槃重生 说完将方形一把推下山间 方形瞬间从睡梦中惊醒 房门九天之上有正式玄关 其中蕴含莫大的机缘 今日却有玄关从虚空中坠落 砸向青云门 被选中的幸运就是眼前的方形 方形当突破到灵洞四处 就听到这些小老弟送来消息 外门大佬玄召师兄正在通缉他 方形遇见飞行冲天而起 是时候会会这些师兄师姐吗 此时凉亭中三人正在商议如何对付方形 方形的好机友胖子正瑟瑟发抖地跪在亭外 天空中突然一道亮光闪过 一道巨大的光柱直接砸在地面 烟雾散去之后现出方形的身影 听闻众位师兄师姐找我 来得太急没吓到你们吧 随后望向胖子你怎么在这 胖子一脸憋屈 你心里没点逼数吗 每次都是老子给你背过 玄召没想到方形居然敢自投罗网 抽出长剑带着满天的清光向着方形杀去 方形轻轻一个闪现就躲过攻击 随即一脚正中玄召的面部 真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敢挑战方形 跪在一旁的胖子看傻了眼 这还是我认识的方形吗 一旁的琴线没想到方形居然突破到灵动四处 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方形此人肯定有问题 不然一身修为从何而来 虽然方形不解释三人也拿他没折 但对方脸都凑上来了不大了些 方形扯起了凌云师姐的大气 在场的众人当然不会相信 凌云师姐可是内门的大人物 怎会与方形扯上关系 就连跪在一旁的胖子都看不下去了 老弟亚这次牛皮吹大了 方形不屑一笑从怀中掏出几瓶丹药 这可都是凌云师姐送给他的 玄兆向前一步道出丹药 望向平底果然有凌云师姐的标志 但他仍不相信凌云师姐跟个外门小企丐有关 这肯定是方形偷取的丹药 方形夺过丹药这小子智商堪忧 谁有胆子胆去七峡谷偷药 秦姓却已经认定方形身后站着凌云这尊大佬 玄兆的叔叔虽然是宗门长老 但凌云背靠七峡谷也不是擅长 他只是个小可拉米已经不准备掺和此事 没想到玄兆还死抓住方形不放 更是出口威胁 你要是再敢狡辩 刘峰就是你的下场 方形好奇地问到刘峰师兄怎么 玄兆居然脱口而出 当然是被我干掉了 方形突然一拳砸在桌上气势大着 玄兆你居然敢私下杀害青云门弟子 该当何罪 玄兆却是不惧就算方形知道又如何 他叔叔可是宗门高层 无凭无惧地能耐他何 人间傻了眼 伸手就要抢下基因服 方形怎会让他如意 直接一个大逼斗扫在他的脸上 更是照出九蛇惊艳剑杀去 看一旁的师兄师姐没有插手的意思 玄兆吓得流出可耻的液体 双脚跪地求方形放他一门 方形表示原谅当然没问题 只要钱到位都好说 可是玄兆已经被方形打劫过一次 全身上下只有二十块零食 为了让方形满意只能种下欠条 方形拿上零食和欠条扔下基因服 拉起胖子就迅速跑路 玄兆一愣察觉不对 赶紧查看基因服 服内居然空空如影 细的玄兆将基因服重重地砸在地上 方形里大爷他 招响清新中即可进入青云外门 十岁少年却敲出十二响 引得宗门老祖震动 三个月后方形已是外门霸主 修为突破灵动四重可进入内门 为了感谢好极有胖子的招物 将全身资源流于对方之身前往内门 把胖子感动得泪流满面 进入内门的要求必须敲响醒世 灵动四重以下敲之会被反噬 两名童子看方形要敲骨荒的一批 毕竟方形这岁数怎么看都不能是高手 方形心知童子好意扔下两块零事表示感谢 在两人猛逼的眼神中 抛起敲骨的棒子冲天而起 两名童子压麻呆住了 完了宗门肯定会定他们失职之罪 每只方形一棒下去醒世骨声响震动百里 童子心中狂呼窝草居然是天骄大马 青云深处的一只仙鹤突然转过头来 身旁老祖捏住棋子的手再次顿住 转头望去没想到自己看好的小家伙 这么快就要进入内门了 内门弟子的待遇跟外门可是天差地面 首先宗门卫会弟子炼制魂灯 魂灯不灭灯主不死 还有内门弟子专属的本命令牌 此物不仅可以查阅各种信息 遭遇危险时还能向宗门求救 而方形却敏锐地察觉这魂灯和令牌的主要目 估计是为了掌控弟子 挑选功法是进入内门的重中之重 世间功法可分为道天仙神选法纪七等 但是清运门真心不杂的 内门弟子居然只能领取第六等的法诀 长老给方形一一介绍 比如这轻木诀可以加快草药的生长 要是走炼丹的鹿子事半功倍 方形一听直摇头他生性懒多 重地是不可能重地的 长老也没多想继续介绍 万福诀可以炼制福气 唯一要求就是字要写得好 方形可是个学渣一听写字瞬间头大 那就这山川绝炼制大成 可以寻龙点学定乾坤 方形一呆不就是算命的马神叨叨 长老心中已经郁闷得不行 只能使出自己的杀手锏青年断真诀 此诀可以炼化万物锻造法器 只要努力就能成为人人敬仰的炼击大师 方形可不会被忽悠这就是个打铁 大事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这就把长老给整不会了你到底想学啥 没想到方形还真有目标向右一指 那个光圈最大的貌似不错 哪知长老双眼一闭这部法诀你不行吗 长老是个实在人 前面给方形介绍的都是来钱快的路子 适合他这种没有根基的普通弟子 但是方形选的可是盗祖传下的青云九剑绝 此诀功法无双但是有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太烧前非世家大祖子弟不敢习练 方形确实不怕不就是资源吗 多打劫几个败类就成了 正要选取这门九剑绝 虚空中突然射出一枚棋子 随后散发出一道巨大的金光 金光散去居然是宗门老祖的投影 方形心中直呼好家伙 连投影都有灵动九重的修为 本体还不得上天这妥妥的大同意 长老还以为老祖有何指示 没想到居然是为了方形而来 老祖表示看着小子顺眼准备亲自叫到他 说完拉起方形的小手 赖起一阵金光冲天而去 只留下风中凌乱的那门长老 师叔你不要导师啊 两人对异长达千年未分胜负 随着老祖的一颗黑子落下 手指白子的掌门手中微微冒汗 因为经过他的计算此局已经输了 一旁的方形却是咧嘴一笑 掌门以为方形有破局之法向其请教 老祖也转过身来嘴角微扬 小子你要是能破此局 我就传你一道无上法局 方形没想到能添掉线品 毕竟依他的想法 既然白子已经被黑子包围 那么只要将黑子吃掉白子的危机季节 这番操作把掌门都给弃杀了 本以为是其道高手乃至是个混球 方形心中却早有算计 大佬用的棋子可是高阶灵兽受无所谓 其中蕴含的灵器相当于高阶丹药 要不是两位大佬看着 估计会全部进他肚子 老祖早知方形的脑回路与正常人不同 不然也不会亲自把他带上山门 这棋局算方形破了 方形一连洗衣白嫖一道法局 哪知掌门走后老祖瞬间翻脸 细数了方形进入宗门后的种种罪状 方形自以为形势隐秘 没想到全被老祖看在眼里 只能跪地装可怜希望蒙混过关 老祖却并未上当 拉起方形运起法术冲天而去 镜子来到了宗门的藏书阁 看着阁内的巨大丹顶 方形心中慌得一批 不会想拿他这童子练丹吧 老祖高深莫测的一笑随后掏出卷轴 方形按你所犯下的罪行 本应受这万火治烤之苦 但念你年又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能参悟这副卷轴 不止不会追究你的罪行 还会传你一步无上道绝 方形拿过卷轴展开一看 这居然是一副斩仙图 传闻是一名无上仙人被斩首时 颈部喷出的鲜血剑到图上所扯 老祖苦苦参悟七百年却一无所获 他也是见方形形势不拘一骨 才抱着适时的心态 果然方形短短一日就找到了正确的方式 他居然能看见图中的幻象仙人写天意见 不过想要将其参悟并不简单 方形想先模拟出被斩首时的心态 看能不能与图中的仙人产生共鸣 脑海中不停地模仿着各种情景 原来是这种感觉 绝望中的愤怒骨子里的不去 展现图中的仙人幻影貌似感受到什么 居然一口扎进了方形的身体 不屈战役瞬间引燃方形的全身灵力 但方形太过弱小根本掌控不了强大的战役 除非能领悟图中的天异剑相互制衡 方形脑海中不停地回响着仙人被斩首的一瞬间 不知过了多久一道亮光闪磨 方形一脸洗衣原来这就是天异剑 只见到道剑光在方形周身旋转 战役与剑意相互缠绕 烟雾散去之后方形一脸的满目 他终于成功将此图参悟 少年每天要匹万斤干柴 清洗整个外门的臭衣服 每天二十五小时都在劳作 几位师兄以为他年纪小 可以轻松拿捏 却不知少年来头不小 他叫方形 恶人骨排行地时的大道 本过着快意的江湖生活 每天以替天行道为解 深得整个镇子的居民尽头 没想到平日替天行道的人 却被人给替天行道了 一名黑衣剑客孤身杀入恶人骨 那一夜血流成河 唯有方形和侍女小蛮逃过一劫 灭门之仇不共戴天 方形多方探查 终于知道凶手来自清云门 此派高手无云 方形心知不能应来 准备混入清云门中徐徐徒之 但事情却没有那么走 没钱没事没资质的三无少年 想进入清云门难如登天 方形在此苦苦哀求三日 使尽了各种手段 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 心知进入清云门无望 方形也彻底恢复了本性 对着清云门直视一顿疯狂输出 死胖子有种等着 看小爷发达了不弄死你 这可把知识惹毛了 他平生最恨别人叫他胖子 招募在场的众人捉拿方形 但方形仗着身体优势 挪闪腾一逃出包围圈 却被路过的清云门弟子后倾一把抓住 眼看方形免不了一顿毒打 旁边却突然扑出一名女孩 他叫小蛮是方形的侍女 眼见自己少爷身处危险 张开双手凭着孱弱身躯 死死挡在方形前面 眼中却满满的坚定与无助 直视看着女孩的眼神也是一谋 感觉要是欺负方形 自己就是天大的坏人 身后的后卿却一眼看出小蛮是人妖混血 而他最厌恶的就是妖族 直接一脚踢在女孩身上 小蛮瞬间身受重伤鲜血直流 方形没想到后卿如此狠毒 叫嚣到一定要将后卿错骨扬灰 周围却突然安静下来 因为小蛮的鲜血所获之处 散发着强大的生机 孟子直视也算见多失光 这居然是罕见的木铃血脉 此等资质必成绝世大 急忙给宗内大佬传讯 临近的真传凌云师姐最先到达 随后一招地上的鲜血仔细探查 果然含有恐怖的木铃气息 这样的人才必须收归宗门 凌云着急准备带小蛮前去治疗 小蛮却死死拉住凌云的衣经 就算昏迷口中依然念叨着少爷方形 凌云只能停下脚步 得知少年便是方形 略意查看居然资质低下 直接扔出一枚先天子气碗 表示你们以后再无瓜葛 小蛮注定会成为修行界大佬 怎能与一介乞丐扯上关系 没想到方形不要担要 只求能进入青云门 她是小蛮为亲身妹妹 怎可放心她一人在此 凌云师姐心中恼怒 方形这小子居然得寸进尺 但他身为小蛮最亲之人 凌云也不能做得太过分 要是小蛮以后知道此事 定会对他心生怨恨 只得交代直视收下方形 不过最后一句话意味深吵 此人资质一般你看着安排就成 说完飘然而去 只是瞄懂其中意思 肯定是要给方形最苦最累的差事 却不知方形将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少年本是横行一方的大道 却沦为一名小小的杂役 每天都要干活25小时以上 是兄弟们吃香喝辣的 他只能吃一些残羹剩饭 但以为他好欺负那就错 原来就在一天之前 方形终于如愿进入青云门 虽然身份仅为最低等的杂役 但只要将修为炼制灵动一种 就有机会升级为外门弟子 方形迫不及待地翻开密集 但是文字晦涩不堪 以方形的知识储备 很难理解其中的精力 整整苦练三个时辰 也没有感受到书中所述的气 却不知凭他现在的情况 今生都应该练起无望 但好在他身上带有阴阳神魔剑 这可是恶人骨的正果之宝 谷主临死之前千叮万种 这肯定是个大宝贝 虽然并不知道如何使用 方形出于好奇将之打开 此书突然幻化成满天的金光 并且这金光强行钻入方形的脑海 方形瞬间感觉头痛欲裂 当他再次清醒之时 以身处神秘的空间之中 更神奇的是刚刚还晦涩的心法 居然变得通俗易懂 方形赶紧盘腿坐下运行青云段气片 居然直接将心法链制入门 虽然位置灵动一重但已不远 却在此时几名壮汉强闯进来 回首的老大直接提起方形的意境 嚣张的道 你就是方形 听说你很有准吧 有朋友叫我好好照顾照顾 别说老子不给你机会 明天把所有的宫活给做了 忽然叫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 可是方形是谁 杀人如麻横行一方的大道 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出手 但眼前这几人实力不明 而且这里是青云门高手如云 一旦出手后果难量 强行压下动手的冲动 装成一副软脚虾的样子 老大几人很是满意 第二天方形辛苦干活的同时 也在默默观察这几名杂役 身上没有灵力的气息 应该只是几名凡人 决定好好地给几人长长记性 但是方形速来谨慎 保险起见他选择午夜十分行事 悄悄地举起鼻手 狠狠地扎下去 老大发出一声惊天的嚎叫 其他几名杂役听到动作 连忙点燃蜡烛 却看到了让他们惊恐的一幕 方形拿着带血的鼻手 脸上却带着残酷的笑脸 老大还有点实力准备反击 方形却潇洒地侧身躲开攻击 随后一脚狠狠踩在老大的后背 眼中泛着嗜血的光芒 淘着老大的臀部连扎十八等 并且发出阴狠的笑声 几名杂役不由地缩到墙角 已经吓得瑟瑟发抖 看着方形淡定地擦拭着鲜血 几人哪里见过如此场面 哭通一声集体跪下 并且表示方形以后就是此地的扛霸子 叫他们向东不敢向西 此后方形每日苦练心法 却是迟迟无法突破 从小弟口中才得知 没有资源修炼难如登天 青云门上万的杂役 能晋升外门弟子的寥寥无几 方形也不强求 每天就晒晒太阳滑滑水 本以为日子就这样慢慢过下去 直到有一天直视前来寻查 少年本是横行一方的大道 现在却沦落为小小的杂役 但就算如此 他仍凭借着一身汉影 成为杂役中的扛霸子 没想到转眼又被人诬陷 方形愤怒于老天的不公 他一生除暴安良行侠仗义 为何落得如此下场 处处忍让换来的确实不得安宁 既然如此那就无需再忍 方形深知知识修为高深 而自己不过刚刚开始练气 只能先发制人争取主动权 朱直是没想到方形居然敢动手 硬练不及只能硬抗一击 左臂瞬间受了轻伤 朱直是一脸阴眼 没想到方形仅仅三天就练出灵气 这种资质足以媲美宗门天骄 不由地对师姐论断产生怀疑 但他手上动作并未停止半分 多年前他已进入灵动一重 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各种剑法可学的不少 只见朱直是手捏剑军 以灵气幻化出满天神剑 几层先天八卦剑阵 腾腾剑气将方形包围 方形几天前还只是一介凡人 哪里见过如此玄妙的剑阵 果图又冲仍不能突破风子 朱管事件大局一定开始口骸 小子只要你乖乖投降 再给爷爷客一百个小偷 老子心情一好 说不得今日放你一马 方形心高气傲 怎会忍受此等屈辱 死胖子有种放马后来 小爷全部接着 朱管事怒火攻心 主动撤去禁锢的剑阵 转而运起攻伐剑阵 手上快速地变换着手艺 几道灵剑直直地向方形射去 方形却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在关键时刻强行闪避 更是趁机准备贴身近战 可是朱职士却是早有准备 虽然最后还留有一把木剑 如此距离方形断然没有躲避的可 但他不愧为大道对自己够狠 直接燃烧经脉换取强大战力 骨手将木剑死死地抓在手中 虽然扛过这次攻击 但方形全身经脉进回已是废人 本以为今日再劫难逃 脑中的阴阳神魔剑 却发出耀眼的金光 一股股神秘力量不停地冲刷着身体 不止经脉得以滋养恢复 修为更是植入灵动一处 朱管是暗道不好 方形已经奔至深浅 一拳狠狠地砸在直视面面 围观的杂役已经压麻呆住了 没想到方形已经如此强大 纷纷上前拍他的马屁 但怎样处置朱职士是个难题 朱职士却是满口教员 他只是听命行事逼迫方形离开 并未想要方形的性命 不然最后一击不会是把木剑 相传有神物名曰千计 佩戴之人可幻花万千 如今却明珠蒙尘被人视作垃圾 扔在鸡脚嘎拉 直到有一天少年的到来 他叫方形 青云门新进外门弟子 按照门规可到法器格挑选一件法器 却遭到看守师兄所会 方形别说两袖空空 就算有钱也不会给这些猪猪 没想到惹怒了领头的包牙 穷鬼死圆点 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方形确实镇定异常 诸位师兄我要是记得不错的话 新进弟子可无条件挑选一件法器 难道你们想违抗门规 头的包牙看方形孤身起来 本以为是个厨 没想到如此压尖嘴硬 居然利用门规压他 只得恨恨地放方形入内 但挑选法器可没那么简单 阁内大小法器起码有上万之数 其中以弹缺和低阶法器为主 要是没有看守之人介绍 想找一件衬手的法器难如登天 更别说按照门规实现 仅为一柱香 包牙三人一脸戏谑地看着方形 笃定他选的肯定是垃圾法器 方形面对众多法器挑花了眼 紧盯眼前三把长剑难以抉择 就在此时 脑海中传来一道声音 三把劣质低阶子同飞剑 方形吓了一跳何方妖腻 很快他就欣喜落狂 因为只要他目光注视法器 就能直接知晓他的具体信息 方形瞬间就想到了阴阳神魔剑 肯定是他搞的鬼 他兜兜转转几圈后 终于在嘎拉中发现这件鬼头面具 其明天机属于高阶法器 佩戴者可借此幻化万千 要知道方形以前可是大道 有这东西还不是如鱼得水 恰在此时一炷香时间到了 包牙几人实在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面具没有一丝灵气波动 连法器都算不上 师弟你要是求求我们 只不定给你个机会再挑一次 方形却没理会进自离去 嘴角含笑一群傻叉 居然让自己捡了个大漏 近身外门的好处可不止领取法器 还有青云炼气篇的进阶板和一颗灵石 这灵石可是好东西 其中灵气精纯可以直接吸收 大大加快修炼速度 唯一的缺点就是损耗太大 一枚灵石只够修炼一晚 而外门弟子三个月才领取一枚灵石 想要快速提升修为 赚取灵石成了头等大事 好在从诸子室口中得知 青云门内有一处名为鬼市 其中不止可以换取灵石 还能交易各种天才地方 有这种地方方形怎会错误 趁着夜深带上千鸡 幻化成一名潇洒的男子 悄悄混入其中 果然如诸之事所说 灵石天才地宝到处都是 方形两眼放光 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干票大的 要知道他可是横行一方的大脑 这个少年到底有多猛 刚入门就干翻所有师兄 听闻鬼市奇珍一宝遍地 方形准备前往干票大的 没想到今日运气这么好 不止有成带成带的灵石 还有高品级的九蛇金盐锏 此剑起码价值上百灵石 方形再也安耐不住 从人群中挤出 表示愿意加传宝物换取飞剑 青云弟子都好奇是何种宝物 能够换取这九蛇剑 进阶上来围观 却见宝壶散发出屡屡香艳 众人疑惑这是何等宝物 看着品级貌似不高 三秒钟后众人感觉昏沉 察觉不对但为时已晚 青云弟子均重不昏迷 方形见最后一名弟子倒下 还变回真身 没想到青云们弟子这么惨 小小迷艳就将他们全部搞定 有了他们的这些宝物 起码几个月不愁资源 但方形却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门口的守卫并未重点 因到动静已经急速赶来 方形赶忙幻化成八指壮汗 真身万万不能暴露 两名守卫修为都在方形之上 寥寥几招方形已落入下风 更是被守卫抓住破绽 一箭刺向方形的搏梗 瞬间破皮流出道道鲜血 只要再前进一点 方形就要去西天见武佛 两名守卫却在此时倒下 原来方形早知不是守卫敌手 欲先在此地步向一雁 方形拍拍胸口一阵后爬 今日差点阴沟里翻船 不过高风险高回报 而整个青云外门已经闹翻天 所有人都在找当晚的大盗 却谁能料到 大盗居然是一名十岁少年 三个月后方形练化完所有灵石 修为却始终不能突破灵斗二重 方形已在考虑要不要再干一票 却被诸职士拉来领取灵石 轮到方形之时 发放灵石的长老突然抬起头 眼中的神光仿佛能看透方形的内心 小子好好修炼 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 方形点头英式 出来之时已是冷汗之流 看来已经被发现了 谁能想到天真可爱的男孩 转眼就成了心狠手辣的狂魔 原来就在刚刚 方形领取外门弟子的凤女 却被外门一把刘师兄抢劫 朱职士可知道眼前这位的厉害 赶紧将全身的灵石奉上 方形低沉着脸位洞愤好 刘师兄却来了兴致 小子是向点 不要等着爷爷亲自动手 朱职事件情况不对 赶紧上前缓和气氛 却被刘师兄一脚踢开 你算了什么东西 赶出来装大尾巴了 下次时方形终于有了行动 手捧灵石一脸天真 口中却说道 初次见面小小灵石不成敬意 希望师兄能多多照料 刘师兄脸上已经笑成了花 你小子有点意思 方形此时却是小手一抖 灵石直接掉在地上 刘师兄以为方形受不住他的威压 还一脸的得意 方形假装低头捡取灵石 却悄悄从衣袋中抽出笔手 趁着刘师兄放松警惕之际 一刀狠狠地扎向他的丹田 随即握住刀柄狠狠地转一圈 速度拔出笔手拉开距离 刘师兄没想到阴沟里翻船 丹田破碎灵气不停外行 趁他命要他命 方形手握笔手再次冲杀上来 直接将刘师兄踩在脚下 刘师兄还有点硬气叫嚣道 小子你最好弄死我 不然你以后日子别想好多 方形可不是被吓大 手提匕首露出邪恶的笑容 空中顿时传来凄惨的求饶声 靠着反打劫的来的几枚灵石 三日后方形终于突破到灵动二重 但刘师兄已是灵动三重的修为 虽然上次仗着计谋小胜一次 但对方肯定还会卷土重来 短时间提升修为希望不大 只能试试能不能将九蛇惊炎剑练化 成功或许还有一战之力 没想到此剑对修为要求如此之高 方形耗费一天一夜的时间 也仅仅将之勉强练化 而且使用知识太匪灵力 只需一件方形灵力瞬间见底 看来还是得提升修为 但是没有资源万事成功 朱执氏却在此时带来好消息 关门三月的鬼市已经重开 方形连夜前往 这可是赚取资源的宝帝 如果这次的守卫增加了三倍 明显是在防备方形 但谁能想到鬼市大道 已经变成娇滴滴的大美人 还得多亏了法器千姬 幻化万千果然好用 鬼市明显比以往更谨慎 必须要见到交易物品才会方形 好在方形早有准备顺利入内 这次鬼市规模明显更大 看着满地的宝贝 方形强压把他们一网打尽的冲突 汐水长流才是王道 兜兜转转几圈后 方形却发现一名大大的人才 这小子摊上没一件真火 在造假方面绝对天赋异离 方形几句话就抓住对方把柄 探清这小子的真实身份 外门弟子华牵制 如果能跟这小子合作 方形已经看到满天的灵石 在向他招手 十岁少年秒变绝是美人 更是设下惊天骗局 黄袍南就是第一名受害者 此来鬼市本想换取石金伞 拿出一枚妖灵丹作为交换 人群中方形眼中金光一闪 妖灵丹正是他现在所需 炼制成丹药可以快速增加修为 但这石金伞可不好弄 这可是炼制破接丹的主要 而且产量一直很低 由各大宗派高层版式 私下交易更是违反文规 方形眼珠一转记上心来 仗前轻声道 我有石金伞跟我来 带着黄袍南进入小树林 却突然转身给他的大八子 气势凌人的教育道 你是傻逼吗 在黑市光明正大的收购石金伞 要是被宗门发现 今日在场的人都跑不了 方形当然不会无缘无故打人 因为他早已知晓黄袍身份 急需破接单的外门弟子 而且出手阔绰 只有自己的死对头后卿 后卿虽然知道李亏 但如何受得了如此欺辱就要动手 就听见方形悠悠说道 石金伞倒是能搞到 不过这价钱肯定不行 后卿一听还真有石金伞 瞬间压下心头的怒骨 静下心来打亮面前的女子 看方形一脸高傲的模样 难道是宗门高层之后 这也能解释对方 为什么能搞到石金伞 不过方形的价格实在太高 就算以他的身家也吃不消 但是看方形的态度 很是坚决 只能无奈答应 两人相约明日再次交易 一日方形再次来到小树林 但明显感觉到周围异常 抽出小匕首以防万一 却发现只是一只灵猫 虚惊异常 后卿却突然从他身后窜出 回去后冷静下来就发现破绽 要真是高层后代 怎会来此黑市 冒着违反门规的风险 只为换取几枚妖灵弹 最大可能就是女子是个骗子 说完就准备动手 方形却是淡定一场 直接将石金散递上去 口中却说道 后卿你验验货不就清楚 是真是假 后卿一听对方叫破自己姓名 如遭雷击 你怎会知晓我的身份 方形淡然道 以我的关系 查你的身份还不是分分钟 后卿瞬间不淡定 难道对方真的是高层之后 方形看出后卿已信了大板 迅速地照出自己的九蛇经年剑 口中更是高傲 你要是不信尽管来战 后卿看着方形如此姿态 却反而相信他的身份 毕竟九蛇剑这种高肩法器 一般弟子根本不可能拥有 后卿敢忙降低自己的姿态 表示只是为了谨慎起见 师姐见谅 希望可以继续交易 方形心中狠狠地松了口气 交易完成后方形迅速离去 后卿站在原地总感觉哪里不对 拿出怀中的石金散燕火 相传其中有惊天造化 其中一座玄关却挣脱束缚 散发着刺眼的红光从虚空中坠落 向着修行界中的青云门砸去 见到这一幕的青云弟子 瞬间觉得小黄叔不香了 而青云身处一尊古老的存在 也在此时睁开双眼 口中低难道终于来了 方形却看着手中的天灵妖丹发了 这东西该如何练化也没有个说明书 十年的大道生涯告诉方形 只要跟丹爱变得吃就完了 可转眼就为冲动付出代价 阴阳神魔剑突然发来信息 天灵妖丹只可放在舌下慢慢练化 吃尽体内会被灵气瞬间撑绑 这可把方形急坏了使出十八般武艺 但肚子表示一旦付款盖部退伍 半注向后方形面目赤红 身体却感觉到刺骨的寒意 全身上下散发诡异的白烟 随后慢慢失去意识倒在床上 却不知一道古老的玄关 直直地向他砸去 下时间一股暖意传爱 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迷糊之间还听到了大道之音 一道灵斗二重巅峰 但还没来得及高兴 猪之士却带来惊天恶好 昨天被方形碎片的故亲 联合整个鬼市的受害者组成联盟 是要抓住方形这鬼市大道 更是将整个外门搜个底朝天 方形瞬间吓得冷汗直流 因为装脏物的袋子貌似不见了 不会被发现吧 方形赶紧满房间的寻找 而另一边的后卿已然抓狂 他喵得这证据都找到了 这几名猪队友居然不记得哪里来的 后卿揉揉脑门一脸无奈 身后突然走出一名娇媚的女子 对着后卿百般安慰 明显两人热恋似火 实际上后卿正是为了娶这女子 才着急突破境界乱了分寸 居然想到鬼市换取石金散 最后才着了方形的道 看着柔情似水的美人 后卿发誓一定要娶她为妻 并且做出一个危险的决定 此时方形还在满心焦急地找袋子 这东西要真被搜去 这青云门可就无她容身之处 房外却传来一阵敲门声 方形已是惊弓之鸟 生怕来的是宗门执法队 哪知居然是被他教育过的刘师兄 但明显他只是个带路 因为他身后又走出一人 居然是大冤种后卿 男人饥渴了七天七夜 终于遇到了甘甜的溪水 却被同伴死死地压住 不让他饮用一滴水 还声称是为了救他性命 几日前方形接到道门扶照 这属于青云门的强制任务 领头的却是死队的后卿 死刑恐怕有生命之危 混字珠直视连夜赶来 苦心劝戒方形逃离宗门 更是贡献出私藏的后山密道 方形沉吟片刻却果断拒绝 因为这是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能逃逸时逃不了一世 只有自己不断地变想 才不会被他人欺辱 一路上方形都在谨慎观察队 没想到其他四人都同属到家 除了地位最低的柳三 对方形稍稍流露出善意 其他两人看方形的目光 犹如看死人一般 方形心中微动 这次扶照任务肯定不简单 顾青这小子不怀好意 夜晚方形故意喝酒装醉 其他几人怎会防备去去海毒 随意地讨论着此次任务 此行的目标居然是四阶巨妖 以顾青等人的实力别说四阶 三阶大妖估计都够强 但他们却表现得胸有成主 原来顾青早已设下毒计 以方形的灵童之血引诱巨妖 再设下陷阱扶杀 为保证计策成功 方形必须流尽灵血而亡 唯一持反对意见的只有柳三 但他人为言轻 平日里只能对方形多加照料 细心地教导山中的各种技能 弥补心中的愧疚之情 一日内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缓缓地向腰杖山内部行径 没想到一路上杖起恒舌 根本没有可以引用的水源 除了不倾杖的修为高深硬程 其他四人已经虚弱不堪 一名小可拉米已然坚持不住 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 腰杖山深处居然还有一条溪水 小可拉米再也安耐不住 向着河水冲去 休息的柳三貌似发现什么 急速冲上前去抓住小可拉米的地板 一个潇洒的过肩摔将他压在身下 小可拉米狂怒 柳三你居然敢对我出手 你弟弟的性命不想要了吗 柳三微微摇头冷声地表示 河中有危险不能过去 小可拉米愤然一笑 这河水清澈见底连条鱼都没了 哪来的危险 柳三不多话拔出随身配刀 随手从身旁的树上挑出一条青蛇 捏着青蛇走到河边 将他投进河中 转眼间河中就冒出鼓鼓鲜血 青蛇渐渐沉入河底 再次出现食指剩下森森白骨 男人干渴了七天七夜 终于找到了水人上前喝水 却被人直接干翻在地 原来河中不满恐怖的妖狱 只要有博物碰触到河水 瞬间就会成为一堆白骨 赵峰两人看着身后的男人 一脸的感激 要不是他出手阻止 两人已经魂飞魄散 男人名叫柳三 方圆百里内最强大的猎虎 但在顾卿面前也只是个小老弟 金月他们聚集在这里 却是为了暗中对付年龄最小的方形 方形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 队伍的阵型隐隐把他围在中间 领头的顾卿却突然轻贺的 马上到达目的地准备战斗 赵峰抽出短刃严阵阵一旦 眼光却飘向后面的方形 各种一死不言而喻 却在此时方形脚下一滑 直接掉进了路边的沼泽 众人一惊 方形虽然必须死 但却不能这样美 还得取他的全身灵血引诱巨腰 关键时刻 一只粗大的手掌握住方形的手腕 居然是一只尾随方形的柳三 众人合力终于将方形救出沼泽 方形一阵遗憾 差点就借机逃掉 又前行了一段路途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顾卿正要招呼赵峰解决方形 却听方形叫道需要尿尿 顾卿善解人意英语 毕竟马上要死的人 一些小要求还是要满脑的 随后招呼赵峰跟上去 干净利落地将方形解决掉 赵峰一脸邪笑 这点想视师兄放心 方形见赵峰也过来心中明亮 口中却说道 赵师兄来比比谁更高更远 没想到赵峰直接拔出匕首 露出一脸邪恶的笑容 小子肯定是我最高最远 因为你再也没有机会 却发现身旁的方形已经不见了 随后自己的腰部传来一阵刺痛 居然被方形来了个辈子 方形拔出匕首一脸的冷意 赵峰心中抓狂 没想到方形如此阴险 愤怒之下反手一刀刺来 却被方形单手握住手腕 更是一脚踢在关节要害 赵峰瞬间失去战力 全身瘫软在地上 一旁的顾清心中一惊 这小鬼居然还隐藏实力 迅速运起满天的零件 向方形急驰而去 方形却一个闪身躲过攻击 随后纵身捞起倒地的赵峰 跳入满是余妖的河中 赵峰瞬间就被余妖围上 转眼就成了一堆白骨 方形却不知所踪 来人将方形的妹妹 踢成重伤 方形自知实力不敌 忍了下来 来人向方形发出盗门扶照 宗门任务不可不做 方形也忍了下来 今日却还要取方形的全身灵血 作为巨妖的诱饵 这真的就忍不了了 方形全身的血液都在怒吼 凭什么你们可以为所欲为 难道就凭你家是强 拳头硬吗 今日他将化身 利鬼取而等性命 没想到顾清早有准备 不只使用稻草人混淆视听 周围还布下重重陷阱 方形不幸被利剑损伤 更是被顾清几人团团围囱 方形知道先机已失 只能先行退去徐徐徒治 但是后路已完 要想安全离去只能正面突围 方形果断地发起攻击 顾清却是不屑一笑 真是不自量力 随机拔出轻锋剑杀来 紧紧一击 方形不止身体遭到重创 手中匕首更是被一剑斩碎 方形重重地砸在地上 顾清的修为起码已到三重巅峰 平方形二重的实力肯定不是对手 一旁的潜通趁机一招擎打手 将方形狠狠地压在地上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方形悄悄地从腿部中拿出笔手 趁着潜通得意之急 将自己的手臂旋转180度 一刀狠狠地扎在他的颈部 更是趁着顾清等人愣神之际 共生飞跃逃走 柳三连忙封住潜通学道 好歹留下一条幸运 不过扎潜通的笔手乃是法器 直接将潜通的全身灵血封住 接下来的半个月不能使用能力 短短一日 顾清连尸两元大将 此时的他心中泛出一股寒意 方形年岁虽小 但形势很辣果断 与之为敌可能是他今生最大的错误 但是任务必须完成 失败的后果他承担不起 但没有方形的灵通之血 如何能引诱巨妖 眼下只能做两重准备 派出猎人柳三追杀方形 方形虽强但是身受重伤 凭借柳三的追踪术 应该可以将方形拿下 但为了以防万一 还得重新选择一个诱饵 顾清将眼神转向重伤的前通 眼中晶光不停地闪烁 在柳三震惊的神色中 一剑将前通的双脚刺穿 既然废了就废物利用下来 前通瞪大着双眼 发出一阵悲凉的笑容 没想到最后要自己命的 居然是自家主 一旁的柳三心中泛起阵阵寒意 要不是弟弟还在顾家手中 他非得跟顾清听的你死我活 就这种人渣怎配活在世上 柳三连夜前往追踪方形 哪只刚出密林几里 就遇到再次等候多时的方形 男孩只能活到十岁 哥哥为了给弟弟续命 把自己卖给了顾家 弱着最危险的任务 此次目标就是眼前的方形 柳三从怀中掏出一个警弹 猛力一捏飘出道道妖血 他居然想吸收妖族之力 强行提升自己的战斗能力 这可是修行界的技术 使用后起码折寿三年 方形却不知道 为了弟弟能够活命 柳三可以付出一切 哪怕杀掉方形这种无辜的人 技术时间有限 柳三带着狂暴的气势杀来 希望能速战速决 方形勉励侧身让过攻击 但是柳三的速度实在太快 方形来不及躲闪 只能硬抗一击 柳三吸收妖血之后 力量起码增强了两倍 方形直接被一刀劈在地上 柳三浑身煞气慢慢向方形走来 方形此时已经受了轻伤 虎口阵列手臂发麻 绝对不能再跟对方正面抗衡 只能依靠着身法闪躲 但是九手避失终究露出破绽 被柳三直接抓住脚踝扔出去 巨大力量带着方形连续撞断十颗巨树 方形瞬间没有了声息 柳三带着复杂的心情慢慢靠近 方形却猛地睁开右眼手捏剑举 一道剑光突然出现在柳三身后 柳三躲避不及只能选择硬抗 一阵巨大的爆炸身后 柳三的身影慢慢浮现 浑身上下都是伤口 并且右臂遭到重创不能动 胜利的天平貌似在向方形清醒 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一把利剑突然向方形射去 柳三居然还有秘术口中藏剑 方形慌乱终运起九蛇剑相扛 本以为是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没想到结局很是让人意外 柳三直接被一剑扎在心口 瞬间没了气息 方形却毫发无伤 柳三的飞剑居然扎在酒囊上 方形的眼中闪过一阵迷茫 仔细回忆最后一剑 柳三应该是故意射偏 至于为什么方形并不清楚 也许是柳三在方形身上 看到了自己弟弟的影子 另一边顾青看着时辰 已经料定柳三任务失败 那么只有干掉潜通 用他的灵血去引诱巨妖 没想到关键时刻一把飞剑射来 直接将顾青的配剑震开 飞剑在空中旋转几圈后 掉在了潜通的身前 顾青心中一惊已猜到来人是谁 看着方形顾青不屑一笑 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有种 还敢一人来送此 方形腼腆一笑 谁说我是一个人 这名少年到底有多老六 凡是他的敌人都会遭到被刺 被刺加一 这种人物严忘剑了都怕三分 但今天却遇到了对手 青云门天才弟子顾青 灵动三重巅峰的大高手 但是方形却早有准备 悄悄将顾青的小弟策反 想要以多欺少 但还是低估了顾青的实力 此剑一道剑光快速上 潜通的身体瞬间变得僵直 一滴滴鲜血缓缓地流出 随后一头栽倒在地 方形在一旁下的冷汗之流 顾青居然有高阶剑气轻风剑 此剑能极大增加攻击速度 虽然有致命弱点使用会损耗受网 方形可不想跟这疯子一般见识 拔腿就跑 顾青怎会放过他穷追不舍 方形只能叫出九蛇惊艳剑相抗 强大的攻击却被顾青单手接住 方形趁着这空隙妄图跑掉 但事情哪里那么简单 顾青一招斗转星移 将方形的九蛇剑反手射 显之又闲躲过攻击 方形自知今日危险了 但以他的狡猾怎会没有准备 抽出随身短刃狠狠割破自己的手掌 顾青此时心中慌得一批 他还没做好猎杀顾青的准备 天空突然出现大片的阴影 一鼓强大气势凌空而降 直接将二人震伤 居然是四阶霸主顾摇孔哭哈 这种妖兽刀枪不入浑身剧毒 极难对付 孔哭哈刚到就对顾青发起攻击 顾青瞬间傻眼 仅仅几招顾青被打得四处逃窜 心中更是一阵委屈 按理说方形释放的灵险 孔哭哈应该进攻方形才对 为啥追着自己不放 却不知方形却早有算计 孔哭哈可是有着蛤蟆血脉 这东西可看不到静止的目标 所以谁动谁死 孔青也是打出了火器 既然不给他活路 那谁也别想好 果然不愧为青云门天才弟子 仅仅几招就找出孔哭哈的破绽 一剑插入孔哭哈脑门绿血四箭 但是却没有卵用 不止青风剑被毒血腐蚀 还激怒了孔哭 散发出强大的音波攻击 压得两人连连后腿 更是悄然中散发出毒气 好在方形及时捂住口鼻逃过一劫 不过这一动就被孔哭哈发现 直接以巨大的身躯压来 少年想要逃跑活命 却被妖怪一口吞进肚子 但他不仅没有被胃叶俯视 还吃起了妖怪的血肉 外面的不轻已经全身重伤 手中青风剑更是毁断 面对巨腰的进攻只能夺审 但是他不甘心失败 而且孔哭哈的状态也在下降 他准备进行最后一步 聚集全身的灵气运行鬼练 趁着孔哭哈张开走 将手中的灵气投掷出去 孔哭哈受到重创狂怒 顾青再次被震飞出去 眼看就要领了盒饭 孔哭哈却突然全身抽搐 气息更是慢慢衰弱直至不见 顾青没想到能绝地逢生 可转眼的一目让他惊恐万分 本以为必死的方形 却坐在孔哭哈身上吃起了腰肉 方形照出酒舌惊艳剑 现在的他杀顾青如杀蚂蚁 没想到顾青能屈能伸直接跪下 表面奉献出全身财物换取姓名 手中却握着暴起胆 准备趁着方形近身之际偷袭 可突然一把利剑从天而降临 在方形这个绝顶老六面前 耍这些小手段真是找死 悟青没想到死在这种小人物手中 却不知当初在青云门前 他欺负一名弱小的女孩时 就注定了现在的下场 与还可是被方形视作亲身妹妹 方形此行最大的收获 还是这四接妖灵蛋 正常修饰只能拿去炼成丹药服用 方形却直接一口吃下 那是因为他有无上功法太上化灵精 此法得天地之造化可化万物 三日后方形再次清醒之时 修为已经突破到灵动三重 总算在青云门有了自保的能力 接下来考虑的是怎样向宗门解释 全队都领了盒饭为什么救方形活着 果然江湖上混得全靠眼睛 方形回到宗门就是一顿卖惨 加上年少宗门长老瞬间信了大板 而且方形很多事都没有胡说 比如顾青逃跑却被蟒哭哈针对追杀 宗门长老深知蟒哭哈的习性 只能看见运动的物理 另外还特别强调柳三被吸入妖怪肚子 过了一会儿蟒哭哈就没了气息 宗门长老马上自行脑补了事情经过 肯定是柳三从内破坏蟒哭哈内藏 才导致巨妖身亡 不过他也因为灵气枯竭而亡 方形没想到此行如此简单 但他因为没有带回妖灵弹 所以掌门准备判定此次服照任务失败 但这位服照大殿的长老有不一样的意见 将方形打发出去后 长老向掌门建议 现在很多弟子不愿接取服照任务 因为任务的生存率越来越低 要是我们将方形的任务判定为成功 并且给他相应的奖励大肆宣扬 肯定会刺激更多弟子们的积极性 掌门抚恤一笑失地所言甚实 方形没想到如此好事会落在自己头上 出去溜大一圈不止修为大镜 还得到石金散这种稀缺的灵路 而且因为奖励物品太过贵重 长老特地安排自家的弟子护送方形下山 方形大赞宗门坐视周全 却没看见长老阴险的笑容 谁能想到任人欺凌的少年 转眼就变成横行鬼市的大脑 就在刚刚方形做完宗门任务 意外地得到稀有材料石金散 没想到引得同门师兄寄予 欺负方形年少提出以三十块临时换取 可是石金散的正常价格起码需要三百块 见方形不愿玄召师兄瞬间翻脸 直接单手勒住方形的脖子 因侧侧的倒 三十块可不是小数目 只要你同意以后在这青云门中我罩着 不然的话 方形却不受威胁死硬着不松口 玄召师兄看威逼不成 直接将方形重重地砸在地上 一脚狠狠地抬在方形的脸上 师弟可别逼师兄下沙手 要知道这青云门内每年不知道有多少误会 方形心中暗恨想抢就明说当婊子还想立牌坊 为了活命也只能乖乖交出石金散 玄召看在方形石像的份上放他一马 走之前还留下狠话 师弟这件事我不想有其他人知道 如果泄露出去你应该知道后果 却不知方形望着他的背影阴阴阴一响 玄召带着愉快的心情准备回反山门 一把长刀突然从身后斩出 玄召凭借着多年的战斗经验 显知又显得闭谷 此帅气的脸蛋仍然破了下 这么多年来从未受过如此大 一铃身戴面具的八尺壮汉突然从他身后冒入 小老弟吃毒食可不是好习惯 玄召直接运起擒虎公向身后杀去 想奋一杯灯地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面具男不甘示弱 直接一式直拳带着强大的气势向着玄召杂举 事实不就知道了吗 玄召不及变招只能强行硬道 没想到面具男此拳只是虚招 而他的目的居然是放出这迷烟物 满天的迷烟喷射而出 就玄召这种货色支撑不了三秒 不过他昏迷之前 貌似听到面具男提到了刘峰的名字 此时的方形一脸的兴奋 不止抢回了被夺走的石金散 还将玄召全身上下打几个金光 更是给死对头刘峰下了套 要不是杀掉玄召会引额宗门阵 肯定送他去领盒饭 谁能想到横行鬼市的大道 居然是眼前的小小少年 三个时辰之后 玄召终于苏醒过来 察觉到石金散已经被人抢走 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到手的鸭子居然飞走了 想起昏迷前的迷烟 他已经知道面具男的身份 但是鬼市大道神出鬼没从未露脸 所以刘峰成为唯一的仙子 此时的刘峰还愉快地喝着小酒 却不知即将大火领土 少年每天都会有个新的身份 可能是娇滴滴的大美人 也可能是身高八尺的鬼市大道 方行今日顶着大道的身份 劫略了那门师兄玄杖 却留下死对头刘峰的名号 此时的刘峰猛然不知悲乐的巨国 还在方行的院子中饮酒作为 听闻胖子是方行唯一的朋友 有事没事的就找胖子麻烦 今日疯传不清的服照任务完成 那么作为诱饵的方行 肯定领了合法 刘峰心情大好 没有了后顾之忧 针对胖子更加肆无忌惮叫嚣道 死胖子要是给老子磕上一万个刀 每次磕头都骂一句方行 说不得我心情一好就放你一马 不然就送你去跟方行作伴 胖子屈辱的跪地磕头 可骂方行的话却仿佛卡在喉咙 怎么也说不出 那可是在青云门唯一真心对他的朋友 刘峰没想到死胖子这么讲义气 那必须得斩草出根 照出自身飞剑就要结果胖子信任 胖子强忍着死亡的恐怖心中默念 方行下辈子我们还做兄弟 突然身旁伸出一只手掌 稳稳地接住飞剑 更是直接将飞剑震碎 方行没想到胖子这么够意思 就算死也不肯说自己一句坏话 心中已把他当作一辈子的兄弟 不过兄弟被欺负了 那就得找回场子 此时的刘峰已经慌得一批 强忍着内心的恐惧准备负于顽抗 这被方行一个大逼都呼在脸上 又被死死地踩在脚下 此时的刘峰再已没有了嚣张的气焰 心中只有满满的恐惧 方行最终还是留下刘峰性命 不是因为他心煞而是早有算计 果然当重伤的刘峰清醒后 颤颤巍巍地想要站起身世 以名巨汉从天而降 像抓小鸡仔般将他提起 他还懵懂不知自己背了多大的火 半小时后刘峰在酷刑下没了气息 玄召师兄没想到刘峰这么嘴硬 死都不肯说出鬼是大道的身份 不过还是被他找出蛛丝马迹 那就是刘峰来之前居然被方行损伤 这绝对不是巧合 方行此时却在整理这次的收获 不知有丹药法器还找到一张缩地缝 这可是逃命的好宝贵 最大的惊喜当属这擎龙控克国 这可是进入内门才能学习的法术 炼至大成可控制无形进气奇妙无穷 方行见烈欣喜直接开始修炼 门外却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方行以为是胖子过来窜门 没想到是明面色焦急的爵士大美女 自称是顾清的未婚妻内门弟子林清雪 想知道顾清究竟是如何死的 方行心中一慌想到了 从顾清身上摸尸来的秘迹 急忙一个猛哭把书压在身上 脸上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急忙解释不是你想的命 林清雪以为这是方行的私家珍藏小黄树 眼嘴一笑还告诫他年岁小看多了伤身 方行摸摸脑袋装作一副受教的眼 却不知林清雪的笑容意味深长 风姿卓越的妙龄少女 居然想取十岁少年为妻 更是拿出高阶丹药当作聘礼 方行拿过丹瓶的瞬间已知不对 因为平妹空空如影 果然一道刺耳的破空声突然响起 方行虽然反应急事仍被利剑所伤 七日前方行被顾清抓去当作幼儿 准备完成宗门的扶照任务 七日后却只有方行独自返回 还带回了顾清战死的消息 顾清的未婚气林清雪 心中隐隐感觉方行有问题 本准备前来打探一番 没想到刚进门就看到自己 送给顾清的擎龙控贺公 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顾清肯定是被方行所害 今日是要杀掉方行为父报仇 方行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照出九蛇金炎剑想抗 但是林清雪不愧为内门弟子 虽然出生炼药为主的丹峡谷 但灵动四重的修为 依然打得方行节节败退 眼看方行就要死在林清雪剑下 一个光照突然浮现在方行身前挡下攻击 居然是外门的红掌老道 清云门内丝斗可是违反门规 林清雪刚想解释原有 方行已经装得一脸的无辜 说出惊天之语 林师姐说顾师兄把我带去 是当作诱饵 顾师兄死了我却活着 怀疑我是凶手 要送我下去给顾师兄陪葬 此话一出引得为官的弟子震动顾 没想到这些大祖子弟 把我们外门弟子如此不当 外门长老故意咳嗽一声 指向林清雪如果此事属实 宗门必定延长 林清雪却是丝毫不惧 我可是七峡谷内门弟子 你身为外门长老可没全力处置 这明显出到了红长老的逆临 咋的你们内门弟子要上天吗 正准备动手将林清雪镇压 天空中突然飞来一名气质轻利的女子 方行一眼就认出是带走小男的凌云师姐 本以为她会站在自己一方 没想到凌云出口就是官腔 红长老清雪年幼不懂事还请见谅 此次我必会带回谷内严加管教 此言一出外面吃瓜的弟子都笑 把人带回自己的地盘想法 还不是你们自己一句话的事 长老深叹一口气内门是大招惹不起 只能对方行说句抱歉退让 本以为此事就此结束 林清雪却突然拔剑向着方行刺去 就算冒着触犯门归也非杀他不可 方行心中狂怒不闪不闭 直接用血肉之躯握住长剑 既然宗门长老不能给自己一个公道 那就我自己来逃 一个大逼斗呼在林清雪的脸上 吃瓜的弟子震惊万分奈何文化太低 只能说句方行牛逼 方行还想继续在呼几个大逼斗 却被一旁的林云师姐拦下 谁别你的胆子敢打伤内门弟子 方行没想到林云如此霸卜 明明是林清雪先行出手 难道我们外门弟子天生低贱 只能坐以待毙 这瞬间引得外门弟子同仇敌看 林云没想到居然惹了众 只能向长老告扰服人 此次必会让清雪再忏悔共刺过一年 更是给方行留下一包丹药 还承诺可以帮方行免费炼制丹药一次 这才顺利地带着林清雪离去 方行本以为此事就此结束 却不知人群中有一人突然衍生一死 因为他刚好认识方行的九蛇金燕剑 此剑可是当初玄兆师兄拿去鬼师出手 最后却被鬼师大盗抢走 玄兆知道消息后 已经断定方行跟鬼师大盗肯定有关系 招呼自家小弟无论死 明天我要看到方行跪在这 眼前的女人可以满足男人一切需求 少年却不为所多 历经艰险闯过护山见证 只是为了求取一颗破戒丹 更是希望能见妹妹一面 林云悚然一惊 方行居然是当初青云门前的小乞丐 没想到他居然真的能进入青云门 但是宗门天骄怎能与乞丐扯上关系 林云瞬间拔出长剑指向方行 小蛮既然入了青云门就跟你再无关系 你若赶前去纠缠乱他道心 我必会杀了你 方行无视锦上的长剑低难道 凭什么 林云紧了锦手中的长剑 就凭我比你强随手可以杀你 方行却依然不拒 有种现在就杀了我 忽然总有一天 我杀你如秃狗 林云没想到方行如此霸气 方行却还嫌不够继续刺激他 你们真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仙人吗 凭什么决定别人的人生 林云黑着一张脸气炸 但是对方行他还真的下不去手 因为他根本没有杀过人 刚才也不过想逗逗方行而已 不过答应方行的承诺还得完整 没想到方行居然想炼制破阶丹 这可把林云给逗笑了 要知道破阶丹的原材料可是石金散 这东西就连内门弟子都很难得到何况万能 没想到方行居然真的从怀中掏出世金散 就连炼丹大师的林云都感到不可思议 难道方行还有不为人知的背影 方行苦等一天一夜之后 终于拿到了成品的破阶丹 有了这东西就能突破到灵动四重进入内门 方行准备告辞离去 但是林云却一直有个疑问 刚才你不怕我真的杀了你吗 方行晒然一笑 像师姐这样的大美儿怎么会随便杀人 说完就跳下窗户跑路 林云确实一呆 然后奄然一笑这小混蛋 方行准备返回外门 走着走着却突然停下脚步 三名静装男子挡住了他的去路 来人也不多话拔出长剑杀来 但是他们却低估了方行的实力 方行照出自己的酒蛇金焰剑一阵乱杀 没有理会几名小魔龙 方行回到外门杂役的老房子 掏出五十两黄金请老兄弟们下山恶和乐 因为此地偏僻平日根本无人前来最适合扑路 方行服下破街单本以为会有很大的动静 没想到等了半天身体都无反应 不会凌云师姐给的是假药吗 下一秒方行就一头栽倒在地陷入沉睡 他在梦中居然看见了九叔 九叔双手按住方行的肩膀口中念叨 急剧全身灵气冲击灵脉 凤凰浴火才能涅槃重生 说完将方行一把推下山间 方行瞬间从睡梦中惊醒 传闻九天之上有正式玄关 其中蕴含莫大的机缘 今日却有玄关从虚空中坠落砸向青云门 被选中的幸运儿就是眼前的方行 方行刚突破到灵洞四重 就听到这些小老弟送来消息 外门大佬玄照师兄正在通缉他 方行遇见飞行冲天而起 是时候会会这些师兄师姐吗 此时梁亭中三人正在商议如何对付方行 方行的好基友胖子正瑟瑟发抖地跪在亭外 天空中突然一道亮光闪落 一道巨大的光柱直接砸在地面 烟雾散去之后现出方行的深夜 听闻众位师兄师姐找我 来得太急没吓到你们吧 随后望向胖子你怎么在这 胖子一脸憋屈 你心里没点逼数吗 每次都是老子给你背过 玄照没想到方行居然敢自投罗网 偷出长剑带着满天的青光向着方行杀去 方行轻轻一个闪现就躲过攻击 随即一脚正中玄照的面部 真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敢挑战方行 跪在一旁的胖子看傻了眼 这还是我认识的方行吗 一旁的琴线没想到方行居然突破到灵洞四重 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方行此人肯定有问题 不然一身修为从何而来 虽然方行不解释三人也拿他没转 但对方脸都凑上来了不大流行 方行扯起了凌云师姐的大气 在场的众人当然不会相信 凌云师姐可是内门的大人物 怎会与方行扯伤关系 就连跪在一旁的胖子都看不下去了 老弟啊这次牛皮吹大 方行不屑一笑从怀中掏出几瓶丹药 这可都是凌云师姐送给他的 玄照向前一步道出丹药 望向平底果然有凌云师姐的标志 但他仍不相信凌云师姐 跟个外门小企丹有关 这肯定是方行偷取的丹药 方行夺过丹药这小子智商堪忧 谁有胆子胆去七峡谷偷药 秦姓却已经认定方行身后 站着凌云这尊大佬 玄照的叔叔虽然是宗门长老 但凌云背靠七峡谷也不是擅长 他只是个小可拉米 已经不准备掺和的此事 没想到玄照还死抓住方行不放 更是出口威胁 你要是再敢狡辩 刘峰就是你的下场 你居然敢私下杀害清云门弟子 该当何罪 玄照却是不惧就算方行知道又如何 他叔叔可是宗门高层 无凭无惧的能耐他何 方行却在此时扔出继音符 刚才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此 你还有何话可说 玄照瞬间傻了眼 伸手就要抢下继音符 方行怎会让他如意 直接一个大逼斗赏在他的脸上 更是照出九蛇惊艳剑杀剧 看一旁的师兄师姐没有插手的意义 玄照吓得流出可耻的液体 双脚跪地求方行放他一门 方行表示原谅当然没问题 只要钱到位都好说 可是玄照已经被方行打劫过一次 全身上下只有二十块零食 为了让方行满意只能种下茧条 方行拿上零食和茧条扔下继音符 拉起胖子就迅速跑路 玄照一愣察觉不对赶紧查看继音符 符内居然空空如影 气得玄照将继音符重重地砸在地上 方行你大爷的 高响清心中即可进入青云外门 十岁少年却敲出十二响 引得宗门老祖震动 三个月后方行已是外门霸主 修为突破灵动四重可进入内门 为了感谢好极有胖子的照顾 将全身资源流于对方之身前往内门 把胖子感动得泪流满面 进入内门的要求必须敲响醒事物 灵动四重以下敲之会被反噬 两名童子看方行要敲骨荒的一批 毕竟方行这岁数怎么看都不能是高手 方行心知童子好意扔下两块零食表示感谢 在两人猛逼的眼神中 抛起敲骨的棒子冲天而起 两名童子亚麻呆住了 完了宗门肯定会定他们失职之罪 每只方行一棒下去 醒事骨声响震动白领 童子心中狂呼窝草居然是天骄大脑 青云深处的一只仙鹤突然转过头来 身旁老祖捏住棋子的手再次顿住 转头望去没想到自己看好的小家伙 这么快就要进入内门了 内门弟子的待遇跟外门可是天差地面 首先宗门卫会弟子炼制魂灯 魂灯不灭灯主不死 还有内门弟子专属的本命令牌 此物不仅可以查阅各种信息 遭遇危险时还能向宗门求救 而方行却敏锐地察觉这魂灯和令牌的主要目 估计是为了掌控弟子 挑选功法是进入内门的重中之重 世间功法可分为道天仙神选法级七等 但是清运门真心不杂的 内门弟子居然只能领取第六等的法觉 长老给方行一一介绍 比如这轻木爵可以加快草药的生长 要是走炼丹的路子事半功倍 方行一听只要投他生性能度 种地是不可能种地的 长老也没多想继续介绍 万福爵可以炼制福气 唯一要求就是字要写得好 方行可是个学渣一听写字瞬间投大 那就这山川决炼制大场 可以寻龙点学定乾坤 方行一呆不就是算命的马神叨叨 长老心中已经郁闷得不行 只能使出自己的杀手锏轻言断真局 此爵可以炼化万物锻造打气 只要努力就能成为人人敬仰的炼气大师 方行可不会被忽悠这就是个打铁 大师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这就把长老给整不会了你到底想学啥 没想到方行还真有目标向右翼指 那个光圈最大的貌似不错 哪只长老双眼一闭这不法决你不行吗 长老是个实在人 前面给方行介绍的都是来钱快的路子 适合他这种没有根基的普通弟子 但是方行选的可是盗祖传下的青云九剑局 死绝功伐无双但是有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太烧钱非世家大祖子弟不敢习练 方行确实不怕不就是资源吗 多打劫几个败类就成了 正要选取这门九剑局 虚空中突然射出一枚棋子 随后散发出一道巨大的金光 金光散去居然是宗门老祖的投影 方行心中直呼好家伙 连投影都有灵动九重的修为 本体还不得上天这妥妥的大投影 长老还以为老祖有何指示 没想到居然是为了方行而来 老祖表示看着小子顺眼准备亲自叫道他 说完拉起方行的小手 带起一阵金光冲天而去 只留下风中凌乱的内门长老 师叔你不要导师啊 两人对异长达千年未分胜负 随着老祖的一颗黑子落下 手指白子的掌门手中微微冒汗 因为经过他的计算此局已经输了 一旁的方行确实咧嘴一笑 掌门以为方行有破局之法向其请教 老祖也转过身来嘴角微扬 小子你要是能破此局 我就传你一道无上法诀 方行没想到能添掉线品 毕竟依他的想法 既然白子已经被黑子包围 那么只要将黑子吃掉 白子的危机忌解 这番操作把掌门都给弃杀了 本以为是骑到高手 哪知是个混血 方行心中却早有算计 大佬用的骑子 可是高阶灵兽受补所 其中蕴含的灵气 相当于高阶丹药 要不是两位大佬看着 估计会全部进他肚子 老祖早知方行的脑回路 与正常人不同 不然也不会亲自 把他带上山门 这棋局算方行破了 方行一连洗衣白条一道法诀 哪知掌门走后 只能跪地装可怜 希望蒙混过关 老祖却并未上当 拉起方行运起法术 冲天而去 镜子来到了宗门的藏书阁 看着阁内的巨大丹顶 方行心中慌的一批 不会想拿他这童子练丹吧 老祖高深莫测地一笑 随后掏出卷轴 方行按你所犯下的罪行 本应受这万火治烤之苦 但念你年幼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能参悟这副卷轴 不止不会追究你的罪行 还会传你一步无上道德 方行拿过卷轴展开一看 这居然是一副斩仙图 传闻是一名无上仙人被斩首时 紧固喷出的鲜血剑到图上所成 老祖苦苦参悟七百年却一无所获 他也是见方行行事不拘一骨 才抱着适时的心态 果然方行短短一日就找到了正确的方式 他居然能看见图中的幻象仙人写添意见 不过想要将其参悟并不简单 方行想先模拟出被斩首时的心态 看能不能与图中的仙人产生共鸣 脑海中不停地模仿着各种情景 原来是这种感觉 绝望中的愤怒骨子里的不去 展现图中的仙人幻影貌似感受到什么 居然一口扎进了方行的身体 不去战役瞬间引然方行的全身灵力 但方行太过弱小根本掌控不了强大的战役 除非能领悟图中的天翼剑相互制衡 方行脑海中不停地回想着仙人被斩首的一瞬间 不知过了多久一道亮光闪过 方行一脸洗衣原来这就是天翼剑 只见到道剑光在方行周身旋转 战役与剑翼相互缠绕 烟雾散去之后方行一脸的满路 他终于成功将此图参悟 这是张能令人死而复生的斩仙徒 但看过他的人全部离其死亡 星云老祖却固执地认为其中含有长生大道 一千年间挑选了上万名天骄 只为参悟出其中的秘密 却全部被斩仙徒泄露的一些气息斩杀 只有十岁的男主方行虽然烈焰焚身 但仍然坚强地活了下来 老祖本以为方行已经得到了长生的隐秘 哪只图中根本没有永生之法 只有仙人残留的怒意 与斩杀仙人的长剑留下的剑影 老祖嘴角含着一丝苦笑 没想到千年的期盼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案 不甘与愤怒填满他的心田 原来老祖本是顶尖大族的嫡系子弟 并且资质非凡 按说修仙之徒必会一马平川 却未享有一日 他的未婚妻会被自己敬重的三哥遭见 未婚妻不堪受辱头和自尽 本以为家族会给他一个公道 却因为三哥被视作家族重新崛起的希望 判处无罪 这让青云老祖心如死灰 有心为未婚妻报仇确立有不担 但他并未放弃 悄悄盗走家族至宝斩仙徒 隐居在边陲的青云门内 想要破解其中的长生隐秘 再行回去复仇 哪知千年努力进化做流水 而如今他大陷将至 难道今生报仇无望 不 他不甘心 他还有机会 他要造就出一个绝世天才 将自己亲爱的三哥狠狠地踩在脚下 而且他也不相信至宝斩仙徒 里面只有区区两门异警 果然将方形的全身检查个遍 在他后背居然发现了鲜艳脆体之术 虽然不是修行的法门 却可以助人不停地淬炼体魄 而这恰好是成为最强修士战修的基础 原来这片大陆上有着各种修行之道 比如擅长炼丹的丹修 专门饲养灵兽的灵修 但战修无疑是其中公认战力最强 不过修炼此道的人却是最少 因为战修对资质要求其高 出生就必须使用灵液洗身 再以绝世大佬的真缘巩固根基 使用各种灵物淬炼身体 战修因为要不停地面临战斗 死亡率更是位列各种修炼之道第一位 没有庞大的资源和坚强的意志 根本不能成为一名战修 但是方形修炼战修之道却是得天独厚 他从展现途中所领悟的怒火 可是三昧真火中怒 欲 怨 其中之一 配合不知何时出现在后辈的鲜艳脆体之法 可以帮他奠定战修的无上根基 老祖当即将方形收为弟子 这将是他复仇的希望 方形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修 第一步就是将一门灵火引入体内 但因为他自身领悟了怒火 所以这一步很快就完成 但是第二步却没那么简单 需要将怒火融入灵气在体内运行 但是青云门根本没有这样的法觉 能够支撑怒火的运行 老祖连夜翻看宗门的各种点藏 终于靠着自己强大的领悟力 强行将低阶的青云断真爵升级成高阶 才堪堪达到驱使怒火的标准 方形没想到便宜师傅这么厉害 正准备拍拍他老人家的马屁 老祖却突然将他提在手中飞向高空 随即将他从半空扔下 砸进深约千米的寒潭中 原来第三步需要将带着怒火的领起 在身体内外形成循环 利用怒火的力量不停地淬炼体魄 但是怒火至刚至阳 必须使用至阴至寒的避水寒潭压制 方形在这至阴至阳的煎熬中苦休三日 老祖却突然神色一锦暗到不好 原来方形毕竟年少 在运行功法时被怒火中的怒意冲昏了神志 居然走火入魔陷入狂暴 老祖使用剑气将方形定住 但这事关神识 老祖没有一丝办法 只能靠着方形自己扛过去 所幸方形没有让老祖失望 居然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 依然没有停止运行青云断真觉 随着时间的流失怒火在慢慢地减少 方形也重新恢复了理智 但此次翠体仍以失败告终 此后三月 方形强忍炼体质痛不停尝试 多次陷入生死危机 而今天他身旁的冰雪却在快速融化 池水的温度也越来越高 突然传来一声长啸 声若隆吟 方形却在此时睁开双眼 金光四射 终于翠体成功 以后运行功法就可以自动淬炼体魄和灵气 体魄会更加强大 灵气会更加精准 同样的境界同样的法术 威能势必比其他人强上好几倍 方形欣喜万分终于可以回内门 要知道他可是无肉不还 而这三个月不是灵果就是屁股丹 嘴里早就淡出鸟来了 哪只老祖突然阴险一笑 修行才刚刚开始 随我下山 还将火焰一口吞进肚子 并且越吃越兴奋 原来这小子是名战修 每天的日常就是吞火催炼身体 抱锤各种小动物 他曾经下海战过恶龙 上山擒过猛虎 在蛮荒和恶鬼一起赏月 男厨与僵尸一起跳舞 更是悄悄顺走过 隔壁大妈的七彩丹风 但就算三年过去 他仍记得那一天 老祖将他从半空中踹下 指着下方的巨虎表示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修 就必须要有战天战地的决心 湖中的六阶青蛇精 就是你的第一个敌人 如果你不敢 那就滚回青云门 当战修 你还不配 麻蛋呢 要知道方形还仅仅是个 灵动刺虫的小农心 并且妖兽的战力普遍比人类高 但方形却毅然地潜入湖底 他必须成为一名绝世战修 才能为枉死的九位哥哥报仇 但此乎巨大无比 方形兜兜转转几个时辰 人未见蛇精踪影 离老祖限定的时间越来越近 只能把心一横 拿着匕首割破自己的手掌 用自身的灵血引诱蛇腰 一条血路 三年过去 他已经长成了翩翩少年狼 想起当初的战斗心中仍是经济 老祖却在此时扔给他一个玉佩 并且交代凭借这个信物 可以娶到十个如花似玉的老婆 方形却是不幸 只当这老小子跟他开玩笑 三日后终于回到 阔别已久的青云门 老祖却心情低落 方形 修行路长 一定要谨言慎行 活到最后才是赢家 一副交代后事的模样 方形少年心性 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一日后方形突然被长老带上主风 新鸟长老更是出口询问 方形已跟随老祖这三年 老祖可曾传你法诀 方形当即得意的表示 当然有 哪知四名长老突然冷汗直流 椅子上的掌门更是差点栽倒在地 原来昨日方形与老祖分别后 老祖突然脸色大便吐出一口黑血 体内的金丹更是碎裂 他本就大陷将至 这几年方形能占天占地 时刻处在生死边缘 全靠他损耗不多的兽缘给方形疗伤 如今已经游进灯窟 老祖准备临死前给青云门留下传承 招来掌门与几名长老 准备将家传绝学破灭神机诀传下 哪知掌门只听了前面几句 就急忙叫掌门捂住耳朵 并且连退术部离开老祖的传法范围 原来老祖传下的居然是顶尖修炼大族的核心法诀 破灭神机诀 青云门只是个不入流的小派 要是被人知道拥有如此法诀 必定满门上下鸡犬不留 老祖没想到这一届的掌门如此狗 只能作罢悄然离去必死关 老祖走后 掌门突然想起方形跟随老祖三年 是否早已学会了此诀 如果学了就为青云门埋下祸根 这一刻掌门对方形已经起了杀意 清了长老却强烈反对 他还是个孩子 就算学了 跟他又有何关系 几位长老最后投票决定 先将方形照来查探一番 当方形说出老祖曾传授过法诀 掌门已经忍不住就要出手 却未料到方形学习的 居然是青云门的断真诀 掌门虽然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但是仍不放心出手探查 方形的灵气精纯无比 并且忠正纯和 而老祖的破灭神诀 至刚至阳霸道无双 看来方形果然未曾习练 掌门彻底放下心来让方形离去 而方形因为三年时间 全部都在修行战斗法门 修为依旧在灵动四重 并且还没有修行过任何攻击法术 在这内门中已经被传为第一废材 方形当即决定前往藏宝阁学习 哪知闹出一个偏大的笑话 少年有个神奇的技能 只要看过的法术一学就会 但却被师兄弟嘲讽为宗门第一废材 只因他三年来从未展示过任何法术 方形决定不装了 带着全副身家赶往藏宝阁 挑选了几十不基础法诀 准备亮下各位师兄弟的狗眼 镇守长老一看眼睛都直了 小子 你知不知道复刻预测是要收钱的 方形不以为意还大言不惭 小也有的是钱 可当长老爆出一千三百零十的价格时 方形却是瞬间傻了眼 怎么这么贵 你们怎么不去巧 长老慢吞吞地解释 没办法 复刻的材料费就这价格 爱要不要 方形看着这一堆法诀 一脸的纠结 微微叹了口气 最终只选了最实用的六本法诀 长老取出了六块空白的预测 打出法印 很快便将那六本预测里的内容 复制到了空白的预测 然后往方形面前一丢 总共六百零十 方形虽然不满 却也只能乖乖掏钱 可是他翻遍了全身上下 也仅仅只有五百九十一块零十 方形本想卖个萌 希望下次来的时候 再把九块零十补上 但没想到长老根本不吃这一套 本长老这里盖不设账 方形正想跟老头来刺极限拉扯 却忽然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道 方师弟手头不宽欲吗 我倒可以暂且见你 随后更是主动将零十地给长老 这女人不会是产小爷的身份 想要包养我吧 而女人的举动也引起了同行男子的不满 自己看上的女人 居然为别的男人花钱 当即准备给这不识抬举的小子一点教训 却被女人给一眼瞪了回去 为了缓和气氛 女人主动介绍自己和男子的身份 方形这才知道女人是跟他一同入门的情形 而一旁的丑男人神虎君 不用想都知道 肯定是条田狗 哪只神虎君一听方形的名字当即兴奋 难道你就是青云门第一废材 却没想这话惹恼了方形 丑八怪 就你这种垃圾 小爷可以打十个 神虎君文言顿时气炸了 他最厌恶的就是有人说他丑 当即运起灵动五重的灵力 对着方形就要一拳砸下 但是神虎君突然感到一阵强大的威压 身体更是不能动弹 却是一旁的长老出手 老子的地盘谁敢动手 长老实力高深莫测 神虎君只能强行压下心中的怒气 但他却转身阴盛盛的看向方形 小子对我等着 在这内门看我不玩死你 一旁的情形急忙拉住神虎君 小爷今天就放他一马 神虎君一听被气乐了 三年来还没人敢在他面前如此嚣张 小子敢不敢上站台跟老子比一场 要是不敢答应 叫我三生爷爷就饶你一次 方形一脸无所谓 谁不去谁就是孙子 路上却遇上了断争骨的慕容师兄 顿时清云第一废才挑战神虎君的消息 传遍整个内门 众弟子纷纷猜测方形可以支撑几招 有商业头脑的刘师兄更是悄悄开出赌军 秦信却认定方形必输 悄悄劝说方形快走 因为他刚才就看到方形刻印的都是基础法权 而神虎君不止修为比方形高 更是在福道上造一步前 方形却突然在此时开口 你有钱吗 秦信顿时笑颜如花 还以为方形误了要用零食想神虎君赔罪 却未料到方形听到开设赌军 准备借钱压自己射 秦信当即棱在原地 这小子居然对自己如此自信 方形怕秦信误以为自己没有偿还能力 当即从戒指中掏出几枚妖兽内丹 秦信一看顿时经麻了 这小坏蛋居然如此富有 而且以秦信的见识 这些内单居然大部分都不认识 那是因为这几年方形杀的妖兽多如牛毛 能被他收藏的内单基本都是珍惜妖兽所处 但秦信更迷糊了 毕竟妖单价值连城可以直接压住 为何还要找他借钱 方形的回答却是意味深长 我怕青云门内还有其他强盗 秦信却突然貌似想到了什么 师弟 这些妖兽不会都是你杀的吧 从方形的口中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秦信眼中一亮要发财了 借钱可以 但是赢的钱要五五分账 方形当即炸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秦信一脸傲娇 不行就算了 两人一番极限拉扯之后 方形只能让步三七分场 秦信瞬间笑开了花 成交 而神虎君也在此时收到了消息 自己的女神居然买自己输 神虎君顿时心如死灰 果然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但他还是准备找秦信当面问个清楚 慕容师兄却突然出手将他拦住 依照师兄多年的把妹经验 秦师妹肯定是在跟你闹小脾气 毕竟你执意要跟方形决斗 没给他一点面子 此时交给维兄必给你扮得漂漂亮亮的 而另一边秦信正准备压住 慕容师兄却突然出言制止 师妹要想下注维兄接下如何 秦信并未理会 但未料到座庄的刘师兄 畏惧慕容师兄的威势 死活不接赌注 这可就把秦信惹目了 断人财路 那就怪不了我了 随即拔下头上的紫巾三头奉拆 既然师兄盛情难却 我就以此开为主 师兄可敢接下 慕容师兄在众师弟面前不能丢了面子 只能强撑地从戒指中拿出一个木盒 赫然是一把宝刀 师妹我以此刀为主 你看如何 秦信悄悄望向方形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握紧自己的小拳头 堵了 随后悄悄地挤到站台的最前方 向着方形抛了个媚眼 一定要赢啊 而站台上方形二人的战斗一触即发 众位师兄弟纷纷猜测方形能不能撑过三桩 毕竟神虎军修为更高 更是扶到一门的天才弟子 只见他随手扔出一张黄符 黄符被火焰焚毁 空气中的温度瞬间上升几百度 随着神虎军的手掌拍下 满天的灵火向着方形扑去 台下的师兄弟纷纷震惊 沈师兄这手以抚养火真是厉害 秦信尔也是一脸的担忧 不会要输吧 方形却是淡定一场 就这 随即一拳击出空气中 响起了一声闷雷 强大的力量不止将满天的灵火崩灭 更是将神虎军阵的连退束 烟雾散去 方形却突然失去了踪影 神虎军还在疑惑着小鬼怎么消失了 突然感觉进风扑面 一只小手突然向他挥来 一个大笔斗狠狠地呼在他的脸上 此时的沈君胡脑中一片空白 不是说是废材吗 为何实力这么强 还不等他投降 方形已经一脚狠狠地踩在他的脸上 就你这种菜鸡也敢主动来找小爷的麻烦 现场安静半想后 台下的秦姓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发财了发财了 其他师兄弟却是不甘置信 灵动五重的神虎军居然被青云第一废材 一巴掌抽昏在地 而一些押方行书的师兄弟更是崩溃了 以为是必赢局 押的可都是全部身价 而另一边 师兄这可是我赢了 纯会十块中品零食和必燕刀 慕容师兄后曹牙都咬碎了 这小子居然扮猪吃老虎 却只扔给秦姓二十块中品零食 必燕刀却是绝口不提直接跑路 而方行此时却在收取自己的战利品 没想到这丑八怪如此富有 这起码有数千零食 而一旁观战的师兄弟却准备悄悄离去 却突然浑身一紧听到了方行这煞星的声音 你们想去哪啊 方行随即转身望向秦姓 他们的赌注给了吗 听到这些师兄弟没给怼住 方行顿石炸了 他可是清楚记得这几人都压得自己撑不过三兆 被逮住的胖子却是一脸委屈 他可是在刘师兄那里吓得住 跟方行可没有一毛钱关系 但是方行可不管这些 只要压他输的都通通交出储物袋 没想到这引起了师兄弟们的功分 想要仗着人多镇压方行 哪只转眼就被打得屁股尿流 盼着方行明目张胆地打劫那门弟子 秦姓不由流出一身冷汗 那是因为他不清楚方行的底细 这可是天下排名第十的大道 回过神来的秦姓还跑去向方行邀功 慕容师兄虽然没有给他碧焰刀 却多给了十块中品零食 方行一听当即就炸了 你个败家娘嘛 价值百多中品零食的碧焰刀不要 区区十块中品零食就把你打发了 这世界没人能赖小爷的账 必须要把刀要回来 秦姓却不想烫这趟浑水 拒绝给方行领路 被方行骑在身下的师兄却突然开口 我可以带你去 在他看来让慕容英对付方行 正好给自己出一口恶气 被打劫的师兄弟也纷纷起身 就算爬 我也要去看看这小疯子 被慕容师兄打成死狗 这是个可以让人为所欲为的面具 戴上他就会拥有无数个分身 男主靠着他洗劫了个派高手 成就了天下地势大道的威名 却没想到从来都是打劫他人的男主方行 今天却被人给打劫了 这口气他怎会咽下 当即戴上师姐勤线上断真骨 找慕容英要掌 但却引得看守师兄的阵命 慕容英可是断真骨的天骄 怎能容这区区小而无辱 当即提着长剑要给方行一点教训 面对修为比自己高一个境界的师兄 方行却是不屑一笑淡定一场 从戒指中照出九颜金艳剑 两剑相撞 守门师兄只感觉到一股大力涌来 不止飞剑科飞 强大余力更是将他镇成重伤 方行却在此时发出怒吼 慕容英欠占还钱天经地义 还不给小爷滚出来 断真骨的其他弟子 竟一时被方行的气势所射 无一人敢上前阻拦 而此时慕容英还在为刚才的事情脑梦 赌斗失败打乱了他的布局 都怪方行这小子居然隐藏实力 老子的损失一定要在他身上找回来 哪只却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你爷爷来了 慕容英还不快来迎接 慕容英当即炸了 居然有人赶在太岁头上动脑 快步赶往谷中的广场 是谁这么嚣张赶带我断真骨闹事 方行可不会接这顶扒帽子 小爷是来找你要账 不管哪里小爷都站着你 慕容英气急败坏 我何时欠你账 今天要说不清楚 我让你走不出断真骨 方行一脸坏笑 秦师姐帮我吓住是你接的吧 她那是帮我吓的 赌斗是关键的人可不少 慕容英想来都赖不掉 她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下去 本以为她会履行赌约 哪只转眼她就打上了秦姓的主意 我与秦师妹的账早就算清楚了 还多得了十块中品零食 而方行你无缘无故来我断真骨闹事 是不是气我断真骨无人 这明显是想要方行引起公愤 而慕容英笃定秦姓 必定不敢为方行作证 要知道她可是断真骨的天骄弟子 哪只秦姓居然会站出来 师兄我们当初赌斗的 可是十块中品零食加上必焰刀 你却只给我二十块中品零食 我可没答应用十块零食抵卖必焰刀 慕容英当即傻了眼 秦姓你一个普通弟子 居然敢敢跟我作对 方行却在此事火上浇油 慕容英你还有何话可说 将那必焰刀浇出来 慕容英几乎疯掉了双眼赤红 偶然一声大喝 这碧焰刀可是花费了家族百年的积蓄 怎能就这样白白交出去 既然这方行咄咄逼人不识抬举 那就只有送她去领盒饭 一了百了 慕容英挥手握碧焰刀 身形一番从半空之中劈僵下来 方行急忙照出金焰剑格挡 但是强大的力量不只将她震飞 碧焰刀带起的进风 更是割破她的脸颊 再看九蛇金焰剑时 竟然已经出现了珠网一样的裂纹 里面的九道法阵已被震回气到 方行险些被劈成两半 人却兴奋了起来 这刀我要定了 方行以最快的速度贴近慕容英 准备发挥自己身体灵活的优势 贴身近战 九蛇金焰剑刀钻狠毒 十次要害咽喉 慕容英躲避不及 只能将灵气疯狂地注入碧焰刀 那刀上竟然响起了一声龙影 一道张牙舞爪的龙影向着方行脸上扑去 方行身形如燕向后击退 碧焰刀内居然封印了大量煞气 战斗之时可催动伤敌 这让方行对此刀更加喜爱 再看自己的金焰剑就像个破烂 慕容英一声名笑再次挥刀斩来 兵煞随行威力恐怖万分 方行心知不可挡 手腕一斗直接震碎了九蛇金焰剑 化作片片金光向慕容英射去 慕容英挥动碧焰刀横扫 将漫天碎片扫落症准备追击 却不料方行竟然转身就逃 手腕上的乞丐都知道认赌服输 你他瞄得连乞丐都不如 慕容英的怒火磨得冒了上来 石刀指向方行大鹤 小狗今日我必斩你 却没想刚刚冲到坡下 忽然头顶一按 抬头看去顿时吓破了他 方行竟然举起比墨盘还大的石头 向着慕容英砸去 这大石起码有几千斤 纵然慕容英乃是灵动六重的修为 被砸上一下不死也得重伤 这小子怎会有如此力量 无暇多想挥刀上斩 失落破天 大石头被他这一刀劈成了两把 师兄弟纷纷震惊 果然不愧是慕容师兄 这一刀致力不下五千斤 哪只方行突然又举起两块 比刚刚还大的轻石 慕容英匆匆应战 虽然将锯石斩碎 但胳膊已经已经酸麻 全身的灵气更是消耗大半 然而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这次可是有整整四块大轻石 慕容英只能硬着头皮 再次释放出刀中的煞气 但却仅仅将其中的三块震碎 而最后一块只能运起 自己仅存的灵气 一刀斩下 所幸必艳刀不愧宝刀之名 虽然灵力不足 但仍凭借刀刃的锋利 将锯石斩碎 却未料到方行早已隐藏在锯石后面 趁机一拳狠狠地打在慕容英的脸上 慕容英支持不住 必艳刀脱手而出 方行无指一张 稳稳地将刀接在手中 入手沉重怕不下一千斤 而方行体魄强大刚好适合他使用 慕容英当众被方行击败踩在脚下 羞愤欲狂 你有种就杀了老子 方行冷笑了一声 忽然大刀挥舞 师兄弟们都快疯了 难道方行真敢在断针谷杀人 闭焰刀镜直地向着慕容英的咽喉而去 没有一丝的迟疑 就在此时一道金色的草绳从半空中飞来 宛若灵蛇一般 直接将方行连人带刀一块绑住 在场的弟子看见来人纷纷跪下 拜见铁长老 拜见师尊 长老一脸阴肯 小子你刚才是准备杀我断针谷弟子 哪只方行的回答让长老大吃一惊 我早知道你在上面看着 刚才不过是想引你出来 铁长老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这小子居然能发现我的踪迹 难怪能被老祖看住 随即将方行扔在地上 既然打完了就赶紧滚吧 哪只一群内门弟子突然冲出来 跪在铁如狂身前悲气万分 状告方行打劫了所有人 铁如狂威威仪正难以置信 他一个人打劫你们所有人 众弟子纷纷哭诉 千真万确您看我们的储物带还在他怀里 铁长老一看顿时哭笑不得 太不像话了 说完就要将储物带还回去 方行顿时急了 老子靠实力抢的凭什么还回去 你这老头子明明欠我人情 为什么帮他们不帮我 铁长老一脸的猛逼 我什么时候欠你人情了 你还想赖账 原来你徒弟赖账都是跟你学的 我徒弟赖账 是谁 给老子说清楚 方行急忙将慕容英的恶行说出 随后又指向跪在地上的那门弟子 这些也都是想来仗 我没办法才自己动手拿的 方行突然又装得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早知道你要和他们一起欺负我 三年前那盘棋局我就不该帮你 铁长老这时才想起确实欠方行人情 当时全靠方行吃下棋子 他才能保住自己的本命法系 而铁长老人秉性粗犷却磊落 一向自取毒品极好 最见不得输不起的人 铁如狂目光扫视众弟子 方行说的可是真的 众弟子不敢承认 长老这小子颠倒黑白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铁如狂喝道 我问你们可是真的赌了 众弟子顿时胆若寒蝉 确实赌了 但却不是跟方行赌的 这话众弟子已经不敢说出口 铁如狂恨铁不成刚地瞪了他们一眼 又看向慕容英 你可是拿刀去赌了 慕容英急忙又跪在了地上 弟子知错了 方行一脸得意 看吧 我可没骗你 方行本以为铁长老会处理这群内门弟子 哪只长老突然将方行抱起 小子 你摊上市了 他明明是人人厌恶的宗门废材 却成了高高在上的真传弟子 平日看不上他的师兄 争着前来八点 原来就在一天前 方行洗劫了断针骨几十名内门弟子 震动整个宗门 本以为会受到执法长老的惩罪 哪只断针骨铁长老却悄悄将他带走 原来铁长老看上了方行的战斗天赋 想要将他收入断针骨 但方行却一心想要加入凤天殿 铁长老却是不老 方行你可知参加凤天殿考核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第一修为要超过灵动六重 第二入门时间必须达到十年 第三在内门大笔中获得前三 凭你现在的情况 起码要七年后才有机会 但是你只要加入我断针骨 我保你三年就能考入凤天殿 原来每次考核 宗门长老有一个举荐名额 误需任何条件 可以直接参加考核 方行虽然看出铁长老的小九九 但为了敬奉天殿加入断针骨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我有一个小条件 随即方行悄悄凑到铁长老二边 听说四殿一骨都有个首席弟子 貌似断针骨还无人能胜任 你让我坐上那个位子 我就加入断针骨 这话可把铁长老吓得不轻 要知道首席不只需要修为 能压服众多失地 还必须具备处理各项事物的能力 铁长老正想拒绝却眼珠移转 这个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你得展现出相应的能力 这样我给你一个考核 只要你能在一个月内 将骨内弟子鹰角的铁铁收起 这首席之位给你又何妨 随即拿出一块令符刻上方行的名字 从现在起你就是断针骨的弟子 不过你既然想当首席 那些储物袋就还给你失地们 不然何以服众 方行将怀中的储物袋掏出来 音音一笑 既然以后都是自己的小弟 那肯定得好好照顾你们 将储物袋通通还给失地后 方行拿出自己的身份信服 遵铁长老之令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未来大师兄 以后我罩着你们 师弟们瞬间炸了锅 这小子何德何能敢基于首席之位 铁长老不会老年痴呆了吧 却在此时张师弟突然叫道 我的飞剑和灵石怎么不见了 小兔崽子是不是你拿了 哪只话还未说完 一把长刀硬生生地插在他双腿之间 李小坤坤仅仅只有一毫米 你刚才说什么 我耳背没听见 麻烦这个师弟再说一遍 方师兄是我记错了 储物袋中的物品确认无误 张师弟哭丧着脸道 方行见他认怂 转身微风扒面地瞟了这群弟子一眼 通知个事情 从今天起古内收金铁的事物 全归我管辖 谁如果没有按时缴纳 别怪我不给面子 人群中突然颤颤巍巍地出来一名师弟 方师兄有所不知 提炼金铁是高阶弟子的专属任务 我们都还不够资格 方行一脸干大居然找错了人 这次老头子也不说清楚 哪只一日清晨就有小布丁找方行 师兄这是需要缴纳金铁的名册 总够二十一人 每人需要缴纳三斤 方行接过名册 知道了 你去吧 然后迫不及待地开始翻看名册 哪只小布丁不止没走 还气呼呼地望着方行 师兄我大清早地给你送名册 你没一点表示吗 方行一蒙 什么意思 敲诈到你放爷爷头上来了 正想好好教训下这小子 小布丁却气定神闲 师尊说了师兄昨晚发了大财 肯定不会吝啬给赏钱 方行念头一转 就知道肯定是铁老头的坏主意 见自己打劫了不少东西 要人来打秋风 无奈只能从兜里掏出一块中品零食 小布丁顿时笑开了花 居然是中品零食 既然师兄如此大气 我送你一个机密消息 据说打金铁的师兄们准备联手坑你 方行音很一笑 谁敢使半字我就弄死谁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方行决定先去会会这些师弟探探地 找到了资历最老的刘彰华刘师弟 本想先亮亮肌肉震慑对方 哪知这胖子态度出奇的好 方师兄放心 我一定按时上缴金铁 就连方行提出的提前十天缴纳 刘胖子也是欣然英语 而剩下的二十名师弟貌似商量好了似的 乐的态度恭敬说话又好听 方行敏锐地感觉到这些人肯定已经窜通好了 但他有一计可以破制 三日后方行将打铁的弟子都召集过来 并且拿出两箩筐的零食 今天我要宣布一件大事 只要按时缴纳金铁的师弟 可以领取五十枚零食 但是如果不能完成 别怪我不讲情面 刘胖子瞬间猜透方行的想法 这是准备砸钱打破他们的统一战线 赶紧出口表示 师兄你这零食不是前几天刚得到吗 怎么这么快就舍得送出来 这明显是想告诉其他弟子 方行为了零食可是打劫了同门师兄 怎会甘愿送出零食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方行却是一点都不慌 我可是断真骨未来的大师兄 给师弟们某点福利有问题吗 随后更是从兜里掏出身份幸福 我方行再次发誓 只要按时缴纳晶铁的师弟 都可以无条件领悟零食五十块 刘胖子脸色顿时阴沉下去 看来慕容师兄交代的事情不好办 果然方行走后师弟们就吵翻了天 那可是五十块零食 谁不心动 刘胖子只能给师弟们打气 只要把这事做漂亮了 慕容师兄定然不会亏待咱们 一名师弟却突然凑上来 刘师兄 慕容师兄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 方行可是给的五十块零食 他喵的事情还没做成好意思要赏赐 不过我有一计 即可拿到方行五十块零食 还能得到慕容师兄的赏赐 师弟们顿时兴奋了 还请刘师兄赐脚 终于到了上脚金铁的日子 按时缴纳的弟子 果然领到了五十块零食 方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哪知道了刘胖子时 方行却突然起身查看 随即将金铁狠狠地砸在地上 抽出长刀 老子自己贴零食收取金铁 你们这些王八蛋 居然拿破烂货应付我 强大的气势直接压向众人 心里素质不好的师弟 底气站出来 师兄你擅自提前收缴日期不说 还诬陷我们 让师弟们含心啊 其他师弟顿时找到了主星鲁 方师兄既然说有问题 那就指出来 不然我定会上报长老请他主持公道 方行却是早就等着这一刻 上前将满矿的铁金全部倒出来 这块五分杂质不过关 这块是次品金铁 这块是劣质金铁 居然将每块金铁的问题都指了出来 刘胖子吓得冷汗直流 这方行不是刚进断针骨 怎会对铁金如此熟悉 方行上前揪住胖子的衣领 小爷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刚拿的赏钱翻倍还给小爷 另外十日内必须上缴合格的铁金 不然老子一刀劈了你们 本金加上罚金每人一百块 都拿出来吧 方师兄赏钱我们可以还回去 铁金我们也能重练 但是收取罚金这不合规矩 方行把刀往肩上一扛 老子跟你们讲规矩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讲规矩 今天谁少一块零食 老子一刀劈死你 刘胖子却突然运起于风树想要逃跑 哪只方行早有准备 不偏不以一刀直接砸在他的后背 其他师弟怎甘愿交出零食 纷纷照出飞剑组成剑阵 向着方行射去 方行却在此时轮起千斤重的碧焰刀 转动身体形成强大的旋风 瞬间将飞剑绞碎 几名达到灵动六重的师弟联手突袭 方行却突然闪现在他们身前 一刀一个干净利落地将三人干凡 随即霸气地表示 上交罚金 谁赞成 谁反对 师弟们尽若寒蝉都不敢出声 却在此时两名华服男子从人群中走出 方行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在谷内对自家师弟动手 少年明明是世界最强的大道 却甘愿当宗门中最低贱杂役 只因他发现这里是他的天堂 只需要简单地动动嘴皮和手 就能从师兄弟身上弄到大量的资源 而被洗劫无数次的冤种慕容英终于爆发了 不只请来师兄刘天龙坐镇 更是借来日月号天锤要弄死方行 这可是传说中的高阶法器 刀刃接下攻击 势必会被浩天锤的巨大力量砸碎 碧焰刀和浩天锤狠狠地撞在一起 强大的进风阵的观战弟子连连后退 但细心的师兄弟发现方行的刀刃居然没碎 原来方行另替西径使用刀柄接下攻击 并利用强大的踢破 硬生生地将浩天锤给顶了回去 慕容英顿时麻了又麻 依他的实力可接不下这万斤巨锤 好在一旁的叶天龙及时提示 用羊锤攻敌鹰锤防身 原来浩天锤有一大一小两个锤 大的是羊锤可变化万千用作攻击 小锤自带防护罩用作防御 慕容英利用小锤轻松接下攻击后 瞬间信心暴涨开始嚣张 小子你就等死吧 方行却在此时将全身灵气输入碧焰刀 接下此招再吹牛吧 画壁刀中突然窜出两条青色和金色的龙魂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灵动六重才勉强欲使青龙煞气 这小子居然能同时催动煞气和惊艳法阵 还不等慕容英反应过来 两道凶猛的劲气就砸在他身上 慕容英终于帝恩赐栽在方行的手中 真是好人 送了碧焰刀不说又送来了浩天锤 看到浩天锤落在方行手中 叶天龙再也坐不住了 方师弟这是我的法器给我拿过来 没想到你才是幕后黑手 现在什么阿妈阿狗都敢找小爷麻烦 老子就这么好欺负 说完方行就将浩天锤扔到半空 抽出长刀将锤子中间的铁链斩断 这次就当给你个教训 再来防我避斩你 叶天龙顿石器的怒火攻心 这段真骨何时有人敢跟他如此说话 愤怒之下居然直接使出底牌本命真火 但刚发出叶天龙就后悔了 要知道真火的威力起码达到灵动八重 依照方行的实力肯定抵挡不了 但方行可是铁长老亲自照进来的 要是出了差错 叶天龙必将承受长老的雷霆之怒 观战的师兄弟却在此时发出一阵惊呼 方行被真火灼烧居然没有一点伤势 叶天龙已经知道 方行的实力肯定远在自己之上 顿时耸啊 误会都是误会 刚才只是个意外 还请方师弟见谅 方行文言居然将刀收了回去 既然是个意外那就算了 不是传言此人牙字必报 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 而就在叶天龙愣神之际 方行突然拔出碧焰刀凌空披来 叶天龙没有法器不敢应接 只能战略性撤退 却突然感觉到小昆昆一阵着陋 这才发现当部居然沾染了青龙煞气 叶天龙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暗定的再次召出青龙和惊艳反阵 而就在此时宗门内却发生了大事 青云门附近曾封印了一只妖王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封印之力渐渐流失 掌门决定四谷各派十名精英 并且选一名有威望的弟子带领 前往乱荒山加固封印 几名长老纷纷同意 山河谷派出真传弟子封青薇 西峡谷更是派出真传前三的陵云 只有断真谷的铁长老一脸苦恼 因为断真谷最弱 根本没有真传弟子 铁长老只能厚着脸皮 准备让内门弟子叶天龙带队前往 然而他随身携带的求救服 却在此时发出警报 掌门与几名长老都被惊动了 在他们的印象中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求救服 铁长老来不及思考急忙接听 只看见叶天龙一脸慌张 师尊快来救我 原来就在刚刚 方形一刀斩破叶天龙的万剑归宗 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 吓得叶天龙仓皇逃跑 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 终于显知又显得逃回自己的洞府 但方形可没有打算放过他 居然不顾门规就要追进洞府内 叶天龙强忍着伤势打出道道法阵 终于在最后时刻启动了洞府的法阵 没有一丝防备的方形瞬间被阵飞出去 叶天龙有胆量使用真火杀我 怎么现在准备当缩头乌龟 小鬼有种你就打进来 不然老子看不起你 你给小爷等着 逼迫你这乌龟法阵 而另一边负责提炼铁金的弟子 更是慌得一批 连夜师兄都败了 我们该怎么办 挑逝的刘胖子更是蹲在墙角瑟瑟发抖 看到方形怒气冲冲地回来 师弟们吓得纷纷跪倒在地 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 三天内将金铁全部交上来 要是谁不能按时完成 别怪小爷发飙 半想后 刘胖子悄悄抬头瞄了一眼松了口气 这煞星终于走了 那只在此抬头时 方形突然一脸邪笑地出现在他身前 胖子急忙拿出一堆灵石赔罪 方师兄大人大量放我一马 以后我一定为命是从 方形却未看一眼灵石 而是把刀狠狠地插在地上 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告诉我怎样破开夜天龙的洞断针骨的洞断针骨的洞断 都是由玄铁和法阵构造 没有灵动九重之上的境界根本没法破碍 这话把方形气得够强 难道真拿夜天龙没有一点办法 方形却突然看到被他斩断的浩天锤 顿时有个主意 八十八十 方形一锤又一锤地砸向洞断 夜天龙只能将所剩不多的灵力输入法阵 希望能等到师尊的救援 却在此时洞口发出一声巨响 洞断的防御法阵居然被方形硬生生地锤破 方形握紧号天锤的锁链 一锤狠狠地砸下去 却在离夜天龙仅仅一毫米的地方 硬生生地停住 铁长老终于在最后关头赶回怒吼道 小王八蛋 你是不是要拆了我断针骨 夜天龙喜极而泣 终于得救了 但是方形仍然不准备放过他 让开我要砍死这个王八蛋 这可把夜天龙吓傻了 这小魔王在师尊面前都敢如此狂啊 我居然做死地去找他麻烦 方形却在此时突然召出碧焰斗 不砍死这夜天龙事不罢休 够了 到底怎么回事 给老子说清楚 这几个王八蛋串通起来设计我 被我撕破之后 还对我吓死手 夜天龙见识不对急忙跳出来 师尊跟我可没关系 都是慕容师弟主持的 来人 把慕容英给老子叫过来 可当慕容英被抬过来后 铁长老瞬间傻眼 这他喵的又是什么情况 夜天龙急忙上前告诉师尊 方形和慕容英的战斗经过 铁长老眼睛一亮 这小子居然能催动青龙和惊艳双重法阵 看来他的真实实力起码到了灵动七重 想到断真古正缺一名带对弟子 长老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将方形带回住处 并且扔给他一根绳索 方形看着双眼一亮 居然是上屏法器捆先生 随即兴奋地玩起来 驱使先生做着各种舞蹈 铁长老看着心中一步 这小子果然灵力精纯无比 看来这次领队的人选有着落了 但还未等他高兴 方形却突然开口 铁长老为了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居然送我上屏法器真是过意不去 铁长老闻言当即炸了 拿出捆先生只是想测试下方形的实力 这小子居然敢打他的主意 脸色顿时一变 小子你今天砸了洞府还打伤了人 可是惹了天大的麻烦 不过你要是帮我办件事 我就放你一马 却没想到方形一听到要自己去当领队 顿时兴奋起来 哪只铁长老突然又口风一准 不过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副领队 只要他说的你必须照做 方形虽然心中不爽也只能答应下来 毕竟难得有机会出去了 不过在方形走后 铁长老总觉得哪里不对 摸遍全身才发现捆先生不见了 方形你大爷的 这是全世界最狠毒的蚊子 只要被轻轻咬上一口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会不停地膨胀 五分钟后血肉快速挥发变成一具干尸 而如此狠毒的蚊子 这里却有整整十万只 原来就在一天前乱荒山封印松朵 掌门吉令四大谷主 派出十人的精锐小队前往乱荒山加固封印 书文谷七侠谷物镇谷领队均是真传弟子 但当断真谷的队伍出现时 三大谷弟子却是大吃一惊 因为走在最前面的 赫然是刚满十四岁的男主方形 弟子们瞬间就炸开了锅 区区灵动四重参加任务的资格都没有 居然还当上领队 未曾想这句话被煞心方形听见 当即一个闪身 就要嘎了这长脸弟子的腰子 长脸瞬间感受到死亡的气息 索性长老及时出手 长脸的这条小命才没被方形收走 他见长老出手瞬间有了底气 指着方形 你区区灵动四重凭什么当领队 哪只方形还未开口说话 长老却怒吼 就凭他在断真谷众多弟子中实力最强 剑长老阵怒长脸的师姐连忙上前赔罪 此时虽然落幕 但方形心知此行危机重重 护致同行的师弟不服他 暗处更是隐藏了太多的敌人 果然刚进入乱荒山地界 七夕谷的领队凌云师姐 就发现前方布满胀气 七夕谷全是单修 为大部队炼制解毒丹的重任 自然落在他们头上 师弟无相同却慌忙找上方形 师兄 七侠谷发放解毒丹 却读读我们断真谷没有 方形却仿佛早有预料般 没有一丝意外的神情 原来早在来的飞船上 方形就发现七夕谷的队伍中 有位老熟人 表面状弱清纯 实际上却是心肠狠毒的 心精女林清雪 四年前曾经半可怜 趁机刺杀方形 失败后更是发出宗门追杀令 只要谁杀死方形 我林清雪免费为你炼制 一辈子的丹药 两人再次相遇 空气中的气氛顿时凝重了几分 方形没有半点 隐藏自己的杀意 队伍来得如此之快 居然故意不给断真谷解毒胆 想要方形在弟子中的威望 一落千丈 方形肩抗壁验刀大步走来 谁他喵得敢欺负我断真谷 七侠谷弟子一脸不屑 我们林师姐说了想要丹药可以 只要你跪下来求他 方形并未理会 还拦住想要带他去道歉的无相同 然后突然开口 凌云师姐可在 女弟子心中一惊 这小子不会向凌云师姐告状吧 这事可是瞒着师姐做的 凌云文听顿时出现 你这小鬼又有何事 凌云师姐你为何 只使人排挤我断真谷弟子 同属青云门弟子 我怎会排挤你们断真谷 见到凌云师姐发怒 无相同正想上前解释 方形却突然一掌按向 无相同的后腰 无相同顿时难受的一阵咳嗽 方形更是趁机开口 我师弟身中仗毒球师姐 刺下解毒胆 断真谷其他弟子也细经上身 口中还悲壮地喊道 其他三谷为何都有解毒胆 而我们没有 凌云瞬间明白 自家师妹中有人作妖 还不快去发药 无相同一脸欣喜 正想接过解毒胆 方形却将她的手艺把抓住 这些别人剩下的东西 我可不要 我要凌云师姐亲自炼制的 要我师姐炼制的 你们这些臭打铁的配吗 哪知凌云师姐 真的从兜里掏出解毒胆 今日之事还望师弟 不要放在心上 这和解毒胆就当作赔罪 经过此事 方形不止拿回了解毒胆 同时终于得到师弟们的认可 此后三日方形带着师弟 不停向前推进 期间更是不知杀了多少妖兽 每名弟子都收获泼风 但是三日来顺风顺水 也让众多弟子失去了警惕 就在夜晚休整之时 方形凭借着多年的战斗直觉 总感觉哪里不对 方形骤然站起来大喊 众为师弟速度戒备 因为他突然发觉 密林中居然没有一丝声音 物镇谷的长脸却是一脸不屑 这小子就知道哗众取宠 就在此时满天的毒龙纹冲了出来 修为最高的灵云师姐 最先反应过来 并且灵力形成一个护照 将师妹们护在身后 舒文谷的领队扔出满天的符咒 并且利用符咒形成经验阵 这才堪堪挡住了毒龙纹的进攻 但仍有两名师弟未能及时进阵 物镇谷则靠着山河顾云阵 勉强逃过一劫 但也失去了数名师弟 其中就包含屡屡与方形作对的长脸弟子 本以为拦下毒龙纹就能度过危机 哪知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巨灵阵可快速恢复灵力 最外围的则是断针谷弟子 他们要充当第一层防御 挡住蛮牛的进攻 但蛮牛虽然仅仅四阶 却力大无穷 瞬间冲破断针谷的防御 物镇谷的领队一脸交集 怎么办 光靠法阵根本挡不住蛮牛的进攻 眼看着防御法阵就要被冲破 方形突然从后面一跃而出 一道长约百丈的巨大刀光闪过 所过之处横尸遍野 物镇谷的领队一脸惊异 这小子实力居然这么强 招呼师弟们继续杀妖兽 方形就躲在阵后悄悄查看情况 因为这次来的不只有毒蛇 还有天上的雄鹰 要知道蛇根鹰可是天敌 方形敏锐地察觉到其中 必有人在操控 突然一名七峡谷的弟子找上方形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师姐 在外面大战蛇妖 你却狗在后面休息 原来妖兽群中 突然出现一只七阶的蛇王 虽然凌云师姐的修为比他高一截 但是蛇王的防御惊人 喷出的火焰更是剧毒无比 凌云拿蛇王没有一点办法 关键时刻坐下仙鹤不顾自身伤势 进行突袭 凌云找准机会一件刺在蛇王的要害 却在他正要补刀将蛇王灭掉之时 却感到一阵莫大的恐惧 急忙抽身飞射后退 眼间的弟子已经发现 战场中突然多了两条蛇王 凌云心中一阵绝望 一只已经难以对付何况三只 物证谷的领队见到凌云危险 正要上前救援 却被身后的弟子拉住 三只妖王修为已经接近八阶 我们上去只会成为师姐的累赘 方形却是人间清醒 如果此时不搏一搏 等凌云师姐败退 所有人都难以幸免 当即提刀准备上前助战 七侠谷的弟子却将方形拉住 蛇王毒性惊人 你们根本不能靠近他三掌之内 谁帮我取一些毒业 我好炼制臂毒丹 我来 关键时刻无相同挺身而出 冒着生命危险取回毒业 七侠谷的众多弟子 急忙紧急炼制必毒丹 方形拿起丹药放入口中 正要吞下时却神色一变 随即马上将丹药吐出 这丹药到底何人炼制 居然想拿一枚毒丹加害于我 七侠谷弟子却是一脸不屑 不可能 这可是灵清雪师姐亲手炼制 方形狠狠地将丹药扔在地上 这种紧要关头 居然还想得害我 喇之灵清雪却突然将丹药捡起 并且一口吞入腹中 方形心知这娘们肯定在销毁证据 但在其他人看来 却是方形怕死故意诬陷林清雪 毕竟谁会主动吃毒丹 在被方形放开之后 林清雪更是表现得一脸委屈 我真的没有下毒 这娇弱的模样 瞬间激起物证古弟子的保护欲 方形你要怕死就直说 不要耍这些小手段 却在此时一个大鼻斗 狠狠呼在他的脸上 出手之人正是号称最老实的吴湘童 因为他们知道方形美战必身先士卒 怎会是贪生怕死之人 原来早不止何时起 断真古弟子已经将方形式做真传大师兄 有了众多师弟的支持 方形瞬间气势大震 众师弟助我一臂之力 断真古弟子纷纷射出飞剑 行程一道道阶梯 方形一跃而上 许凌云 我来了 男人单手插进女人的肚子 从中掏出一颗带血的丹药 并且表示这女人就是幕后黑手 原来就在刚刚 凌云师姐被三大毒蛇王围攻 渐渐落入下风 方形吃下灵清雪炼制的必毒丹 准备上前驻战 哪只丹药刚刚入口 就被他吐了出来 因为这赫然是一枚毒丹 灵清雪却突然抢过丹药一口吞下 师兄你要是怕死 不敢出战就说出来 为何要诬陷小女子 弟子们亲眼看见灵清雪将丹药吞下 怎会是毒丹纷纷向方形发难 你就是个怕死的垃圾 方形却心知灵清雪早就吃了解药 吞下毒丹不过是销毁证据 但现场除了自家师弟没人相信他 而此时灵云已经命悬一线 三大蛇王默契地组成三财阵 实力瞬间增强一倍 眼看着这绝世美人就要香消玉云 在场弟子没一人赶上前营救 方形却突然手持碧焰刀 无视毒蛇王的毒气一跃而出 解开刀中蕴含的青龙煞气 硬生生地将一头蛇王的头颅斩下 三财阵瞬间告破 以灵云的实力应付 剩下的蛇王绰绰有余 师兄弟们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方形就将巨大的舌头 踢到众人眼前 刚才谁说老子怕死呢 自己站出来 方形问了一圈 无疑人敢承认 最后一把掐住林清雪的脖子 既然我不怕死 那你给大伙说说 丹药是有毒还是没毒 林清雪已只有两人听见的声音说道 没用的方形 丹药我已经吃了 你没有证据 方形却突然邪魅一笑 是吗 随即竟将手指指插进林清雪的小腹 硬生生地将那颗丹药掏了出来 这种非人的举动 瞬间让师兄弟们惊惧万分 方形却不以为意地 将丹药扔给七峡谷弟子 去测验下到底有没有毒 没毒我甘愿受门规处罚 要是有毒 你们七峡谷要给我一个交代 其他人都还在恐惧方形的手段 真传风轻微却知道方形绝不简单 先斩蛇再取丹药 黄环相扣心思整意 方形却在此时伸出带血的右手 只向一鸣说过他坏话的师妹 你们是不是傻 满地的腰单不减 还处在这里干啥 吴相托最先反应过来 连忙带着弟子抢腰单 这可都是能修炼的资源 最后断真谷收入最多 整整两万零十 还没有计算这颗七阶蛇王的腰单 七峡谷弟子却在此时发出一阵惊呼 负责检测丹药的弟子一脸惊恐 这颗必毒丹真的有毒 而且其中的毒性足以杀死一头筑击打药 此话一出 就连平日性情温和的吴相托都忍不住罚命 我师兄美战身先士卒 你们去诬陷他怕死还下毒 就在这时一具巨大的蛇尸从天砸下 方形快速地闪身过去 将两颗腰单抢在手中 就当七峡谷给我赔罪了 一道身影却快速从他身前闪过 平时高冷的凌云师姐却笑颜如花 师弟悄悄拿别人东西可不是好习惯 我差点被你的人堵死 拿你两颗腰单怎么了 凌云心中一惊怎么可能 连忙找来师妹询问情况 得知凌清雪居然设计暗害方形 凌云当急怒了方形可是他救命恩怨 直接扔出一颗龟西丹叫他扶下 凌清雪文言顿时惊恐万分 要知道这可是七峡谷专门用来承接用的 只要将龟西丹吞下 巨大的药力会瞬间将人包补 然后渐渐缩小 最终变成一颗人丹 这可是号称青云门最恶毒的刑罚 这种丹药凌云耗费数年 也仅仅炼制了两颗 将剩下的一颗龟西丹送给方形 才算平息了他的怒目 一日后物阵古风轻微却突然来报 前方十里上空灵气密 肯定有大量的灵草生的 凌云虽然担心是弟妹的安危 但架不住众人的劝说 只能带着大部队前往 到达目的地弟子们纷纷傻眼 随机就是一片狂喜 我他喵得发财了 原来价值三十零十一片的梦魂草 在这里却是无边无际 长得到处都是 所有的青云门弟子都进去疯狂采摘 仅仅只有凌云和方形保持清醒 站在外面时刻戒备 因为他们知道反常必有妖 方形却在此时神色一变 不好 凌云也察觉到不对 骑着仙鹤闪身飞去 青云门弟子全部退出山口 但所有人都陷入疯狂 根本没人听从凌云的命令 直到突然飞起一块巨石 将两名弟子砸成肉末 他们才如梦初醒 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原来山谷内的所有巨石 居然都变成了傀儡 实力更是达到了灵动八重 依照方形的实力虽然不拒 还一刀斩碎了巨石傀儡的幼女 但他马上就转身落荒而逃 因为不管再重的伤势 傀儡都会瞬间复原 眼见着巨石傀儡越来越近 师弟们却不逃反而拔出长剑 方师兄我们联手干掉这里怪物 还能继续采集梦魂草 你看喵的想死别带上我 这巨石傀儡根本就把不死 要送死你们自己去 却在此时半空中突然闪现出金光 一股强大的威压 压着众人不能共同 金光中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金屋 全身散发着助击大妖的气势 但为何神魔剑却显示金屋只有六截 不等方形细想 空中的凌云师姐却突然传来焦急的声音 我拖住他们 你们先走 所幸金屋和傀儡没有死追 让这些弟子逃过一截 但方形却发现 断真谷的师弟全都没有出来 他可是断真谷的领队 怎能将队员放弃 方形毅然反身回去 而此时 两名七侠谷的女弟子陷入重重包围 他们还仅仅是十几岁的少女 人生还有大阪的时光 没想到今日却要死在妖兽口中 就在此时 一头巨大的龙形惊艳凭空出现 硬生生地将这群妖兽烧成交谈 师妹搞笑地表示 师姐 我难道觉醒神秘血脉可以喷火 方形一脸无奈 是你家方大爷来救你们 看到两女一脸花痴 方形瞬间怒了 还不快滚难道等着吃喜 乃至这两女运气被到家了 刚跑出数百米 居然又遇上了巨师傀儡 方形已经往山谷深处奔去 根本没有可能再来相救 傀儡却突然被一股强大的灵力崩碎 原来灵云将其他人送出山谷后 又反身回来相助 靠着先鹤其快无比的速度 已经连救数人 但仍没见到方形的身影 而他一路都在战斗 灵力已经消耗大半 再找不到方形只能回反 而此时方形终于找到自家师弟 但其中有几人已经身受重伤 不想成为方形的累赘 纷纷劝说方形独自撤离 却在此时一个巨大的拳头狠狠砸下 方形用刀挡住攻击 无相同我命令你带师弟们先走 一定要将他们活着带出去 无相同只能强忍着悲伤撤离 在他们走后方形却反手一刀将傀儡斩碎 原来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就在此时一股强大的气息正在快速逼近 方形一惊在投注机器大妖居然盯上他 而另一边灵云也不好受 虽然将大部分弟子都救了出来 但他的灵力不止消耗殆尽 连本命灵器都被折断 看到无相同逃了出来 灵云强撑着虚弱爬起来 方形呢 有没有跟你们一起出来 无相同瞬间哭丧个脸 方师兄为了让我们有时间逃出来 留在里面给我们断后 他明明只是妖族的小萌新 却偏偏伪装成绝世大妖 更是凭着这一手装备技能 收服了一群实力强大的小弟 成为一方霸主 可万万没想到会遇剑客新方形 原来就在刚刚 方形为了掩护师弟们撤退 被众多妖兽围攻凌力耗尽 眼看就要成为典型 一颗巨石突然砸下将妖兽驱赶 一只斩翅达到五丈的金色大鸟 突然出现 原来他是这些妖兽的老大 最喜欢吃细皮嫩肉的少男少女 眼看着方形就要成为粪便 方形却突然起身 扔出早已准备好的捆仙声 原来方形早知道这帽牌大妖谨慎 所以故意昏迷引诱他出来 方形拿出碧焰刀 剁在大妖颈边 你要是敢乱动就剁了你 随机使用神魔剑 帮助大妖检查身体 方形却突然眼睛一亮 这鸟的胸口 居然有一张装神弄鬼符 佩戴者会自然散发出 助机器大妖的威压 这可是好东西 方形当即来了兴趣 你这符哪里来的 大妖却是一脸傲娇 鸟爷哪里来的怪你毛氏 我可是三族金屋的后裔 你要是动我一根毫毛 整个妖族都将是你的敌人 话还未说完 方形已经一脚呼在他脸上 小爷问你胸口上的符哪里来的 再说废话直接剁了顿汤鹤 大妖却仍旧装傻充了 你在说什么 哪里来什么符罩 方形可不惯着他 闭眼刀毫不留情地斩下 却发现大妖胸口的符居然消失了 方形知道这金屋不好对付 但既然落在自己手上 终有一天能将他的秘密挖出来 现在勉为其难当下做棋也不错 飞到空中 方形才记起还有很多梦魂花没有收取 这里的梦魂花起码价值几十万零食 收完之后 方形却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两 那里的灵气精纯度起码是其他地方的姐妹 肯定有宝贝 傻鸟赶紧给小爷飞过去 金屋却在此时留下冷汗一脸紧张 还试图打消方形的想法 那里不过是我平日睡觉的地方 我熟得很 根本没有什么好东西 看金屋强行解释的样子 方形心中一喜 看来不是一般的宝贝 随即拉紧捆仙手 拔溜达 给小爷速度飞过去 而就在方形高高兴兴准备去寻宝时 古外的大部队已经为他吵翻了天 无相同一脸悲伤 执意带着师弟们去救方形 却被雾震骨的刘震锋嘲讽 那方形自己没实力还逞能去救人 就算死了也活该 哪只一个大尔八子突然呼在他脸上 方形师兄也是你能侮辱的 刘震锋不敢置信 你他喵得再动我一个试试 话音刚落 又一个大尔八子呼在他脸上 动手的居然还是七峡谷的弟子 刘震锋不理解 这些人居然为了方形一个死人 居然敢跟他作对 他可是长老之子 却不知方形数次不顾生死救援 早就被这些师弟师妹 是座心中的太阳 怎么能容他人侮辱 就在此时 一把剑鞘砸向刘震锋脚弯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家的师姐居然也会向自己出手 这时才知道自己干了怎样的傻事 就算封师姐要他向方形所在的商务 磕头认错赔罪 他也只能乖乖照做 却在此时响起一声狼笑 在他们争吵时 居然已经被狼群包围 众弟子匆匆应战死伤惨重 十数名弟子瞬间失去性命 看着平日熟悉的师兄弟 在自己眼前被生生吃掉 剩余弟子的心态瞬间崩溃 唯有领队的凌云师姐镇定一场 速速前往山洞躲避 随即反身独自面对群狼的进攻 为师弟师妹们争取时间 普通的五阶妖狼 根本不是他一箭之敌 短短时间已被斩杀大半 但凌云深知最大的威胁 是这九阶狼王 果然紧紧一击 凌云就被震飞数十丈 其后更是显向还生 就在这时出现一名黑袍弟子 而他的目标居然就是狼王 一人一狼打的难分难解 凌云顺势脱身带着师弟师妹撤退 黑袍男却在此时发出一声冷笑 用中只轻轻弹了一下剑间 瞬间满天的雷电之力向着剑身汇聚 强如九阶的魔狼王 也依旧败在此剑之下 黑袍男随即又甩出几千把飞剑 将剩下的魔狼身上扎满窟窿 随即凌空跃下 青云门弟子瞬间围了上去 原来男子正是青云门首席 真传萧一鸣 在匆匆安慰好师弟师妹 萧一鸣就看向心上人凌云 师妹你伤势如何 哪知凌云的态度却异常地冷淡 你为何现在才来 原来出行时长老曾经交代过凌云 三日后师兄萧一鸣会入山 负责他们的安全 萧一鸣却不以为意 我路上跟人切磋耽误了点时间 只不过迟到了两天而已 师妹切磨生气 凌云冷漠地躲过萧一鸣的抚摸 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迟赖 我们死了二十七位弟子 就连方形师弟现在也是生死不明 萧一鸣心中生起一股警觉 区区几名弟子的性命他毫不在意 他只关心方形是何人 居然能让师妹如此挂念 在了解事情经过后 萧一鸣却突然神色大变 该死 他们怎会发现了山谷 再也顾不上凌云对他的态度 习着飞鹰匆匆而去 原来数日前萧一鸣就接到叔父的信息 萧家老祖在乱荒山的山谷内 给家族留下一件宝物 这件宝物可以帮助萧一鸣 破入住机器 所以萧一鸣参加行动只是顺带 主要目的是找寻家族宝物 而此时方形还悠闲地溜着金屋 猛然不知危险已经临近 金屋却此时抬头望向天空 天上有人 狄西 方形转身望去 却只看了一个寂寞 再回头时金屋已经不见 才知道自己中几了 方形却舔了舔嘴角 既然想玩 小爷就陪你玩了 十里外金屋跑得异常畅快 小屁孩还敢跟我斗 鸟爷我可是有金蝉脱鞘之术 想说我可没那么简单 哪只身后却传来一道声音 是吗 金屋瞬间汗毛道立 小子你不要欺人太甚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方形拿着捆仙绳不停地抽打金屋 你倒是咬人给小爷看看 金屋却突然拿出一张服帖在胸口 鸟爷跟你拼了 随即化成一只高约十丈的巨鸟 一爪子狠狠地抓向方形 方形却不避不闪淡定异常 口中更念叨着 原来通过神魔剑方形早看出此副残缺 提升使用者修为的时间紧紧一吸 时间一到金屋瞬间就被打回原形 方形使出捆仙绳一把拽住金屋的脖子 将它狠狠地砸在地上 哪只金屋身下却突然出现一个阵法 金屋却突然神色大变 也快将我拉出去 不然要死鸟的 方形急忙将金屋拽了出来 原来这只金屋也是三个月前才来到山谷 发现这里有一处藏宝之地 但却被这阵法阻拦 如果找不到生门只要踏错一步 就会被阵法磨灭 却未撂到方形身带神魔剑 一眼看出生门所在 但他并不想亲自冒险 就把主意拔到了金屋头上 肥鸟我已经找到生门所在 你帮我探探路 找到宝贝分你一份 金屋闻言确实瞬间就炸了 鸟爷信你个鬼哦 你难道是阵法大事 鸟一眼就能看出生门 肯定是想鸟爷当炮灰 方形却并未多话手上突然用力 一把将金屋扔进生门 金屋一脸悲愤 鸟爷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哪只一注香后 金屋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 他这才相信 方形真的找到生门所在 金屋恢复过来一脸谄媚 你说的宝贝要分我一份 方形一脸坏笑 我鱼三两要是说话不算话 天打为P 说完就带着金屋进入阵法 金屋还不死心地问他 你真的叫鱼三两吗 进入阵法空间后 金屋瞬间呆了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鸟爷要发大财了 蓝人犹豫地从怀中掏出三根铁针 狠狠地插进伙伴的脖子 最大限度地刺激他的潜力 增加速度 因为他发誓要追上前面的无耻小贼 将方形千刀万剐 原来就在刚刚 方形和金屋终于破开法阵 进入藏宝之地 没想到宝贝居然是一株灵药 紫物兰花草 一花为中品 二花为上品 三花为极品 而这株居然开出了整整次花 这可是炼制住鸡丹的绝佳主要 由此要方形的修炼速度将大大增加 正准备采摘 金屋却突然向灵药冲去 准备将它一口吞下 方形早知金屋狡诈 时刻都在提防 金屋没想到方形如此谨慎 当即作辣 为了保险起见 方形直接将金屋捆成粽子 才放心地开始采摘灵药 心中却是一阵窃喜 也不知道是哪位大渊种种的 最后还不是便宜了小爷 金屋看见方形居然将灵药 全部放进储物袋 当即就炸了 于三两你个无耻的骗子 说好的要分我一份 你居然独吞 方形一脸无辜 于三两说要分你一份 观小爷何事 随即一把长刀 直接插在距离鸟头一厘米的地方 听好了 小爷叫方形 金屋看着身旁的碧焰刀瞬间耸了 方爷我错了 那花我就不要了 给我几片叶子就成 方形一听此话 突然一脚狠狠地踩上金屋的鸟头 你这傻鸟当小爷是傻子吗 原来紫物兰花草的花朵 只是用来判断品贱 而要力则全集中在叶子上 这金屋实在奸诈 方形已经在考虑 要不要喝金屋汤 方形却突然发现 出入的阵法有异常 阵外更是传来一道声音 妖王前辈可在 萧家后辈萧一鸣前来拜见 原来萧家老祖 当年借着封印妖王之急 将一株紫物兰花草种植在此地 给自己的后辈留下一份机缘 萧一鸣见妖王没有回忆 就准备进入阵法空间查看 一鸣手持长刀的少年突然飞出 你就是第一针传萧师兄吗 萧一鸣拔出长剑一脸警惕 你是何人 在这里干什么 心中却暗想 难道灵草已经被这小子给取走了 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了 方形却是一脸笑意 师兄我是断针骨弟子方形 刚看见一只大妖 从里面雕出一颗灵鸟 正准备下去看看能不能点个漏 就听见你的声音 特地前来拜见 萧一鸣心中一惊 此地居然还有大妖 但他生性多疑 可不会简单就相信方形的话 准备亲自入阵查看 更是悄悄交代 做其黑云盯住方形 方形见到一头扁毛畜生 也敢这样看自己 万分不爽 已经在考虑晚上要不要加到菜 参考老鹰 萧一鸣却在此时突然返回 因为他察觉到方形的话中有漏洞 方师弟你既然已经遇上了大妖 为何还能毫发无伤 可能是大妖着急回去炼化灵鸟 才没有管我这种小角色 萧一鸣可不是江湖菜鸟 阵法下面的东西是不是你拿了 那可是我萧家的东西 只要你交出来既往不救 还能送你一场造化 师兄我在下面就找到这只傻鸟 你要想要就拿走 你要是不幸可以看看我的储物袋 哪只检查完储物袋后 萧一鸣却突然拔出长剑 神色一鸣 方师弟不介意我搜一下身吧 因为萧一鸣发现方形 居然戴着储物戒指 看来东西八九不离十 就在这戒指中 萧一鸣的心跳不由地加快 哪只方形却突然一个大尔巴子 呼在他脸上 随后将早已准备好的暗器 砸向龙音 一跃而起坐到金屋的后背 冲天而去 萧一鸣这才知道自己被耍了 肯定是这小子将灵药带走了 怒急的萧一鸣爆发出全部实力 发出一道长约三丈的巨大剑气 方形急忙掏出数十把飞剑应对 但是在强大的剑气下 瞬间变成渣渣 剑气的余境更是直直地朝着方形追去 突然半空中出现一条青色的巨龙 跟剑气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硬生生将剑气挡下 方形心中惊骇万分 果然不愧为第一真传 自己拿出吃奶的力 解封了刀中的青龙煞气 才勉强挡下肖一鸣的随手一剑 方形一勒金屋的脖子 给小爷飞快点 眼看着肖一鸣一点点地就要追上来 要是被人追上 你肯定得变成一锅金屋汤 再飞快点 金屋一听慌的一批 但他却突然眼珠一转 一脸脚下 你要不把灵药给我吃吧 有灵力加持我可以飞得更快 方形大吃一惊 生吃灵药 你难道不会暴体而亡 金屋边吃紫物兰花草 袒护不清地说着话 我金屋一族有秘术可以随便吃 方形闻言心中一动 因为他的太玄精 貌似也可以炼化万物 拼了 在金屋惊骇的目光中 方形将所有的兰花草一口吞进肚子 但是马上方形就后悔了 兰花草的药力太过庞大 就算它有太玄精也难以炼化 这时他突然拿出一枚丹药龟系丹 这虽然是七峡谷用来惩戒用的 但是刚好适合他此时的情况 可以暂时将药力压制 跟在后面的萧一鸣却察觉不对 金屋居然越飞越快 小子给老子停下 方形却比出一个国际手势 有种你就自己追上来 萧一鸣顿时炸了 你给老子等着 说完就从腰中掏出三根铁针 狠狠地扎进黑云的脖子 这种秘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强黑云的速度 果然紧紧一炷香 黑云就追上了方形 萧一鸣再次释放出雷霆剑气 金屋已经下麻了 方形你大爷的快想办法 但方形此时正在全心炼化灵药 根本不能动用一丝灵力 只能硬生生地扛下这道剑气 索性方形终于找到大不对的所在 不像同看见方师兄受伤急忙前来接应 当从方形口中得知 居然是萧师兄出的手 而理由竟是方形不给他摸 师兄弟们顿时震麻了 堂堂青云门首席居然喜欢男人 一直爱慕萧一鸣的风轻微对时泄了气 难怪师兄迟迟不肯接受他 凌云师姐却是异常的谨慎 方师弟 萧一鸣为何会对你出手 不要再用刚才那套说辞糊弄我 萧一鸣却在此时追了上来 方形你跑不掉的 快让我搜身 却不知此话一出 联想刚才方形的话 众多弟子先入为主 萧师兄居然真的喜欢男人 不然为何要搜方形的身体 见到萧一鸣气势汹汹的杀来 方形急忙躲在凌云师姐身后 小爷我只喜欢女人 你不要再纠缠我 萧一鸣不明所义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师弟师妹心中 已经是只兔子爷 他现在一心只想找到紫物兰花草 这可是他突破住机器的关键 方形却在此时突然咳出丝丝黑血 凌云师姐稍一查看顿时怒 萧一鸣你为何对师弟下如此重手 居然动用雷霆剑气 我怀疑这小子偷了我的东西 在他身上 我感受到失窃之物的气息 放屁 明明是大妖拿走的 为何非要赖在我头上 风轻薇一听顿时大喜 原来师兄摸方形势在找东西 谢天谢地 顿时出口帮忙 你要是没偷 就把储物袋子拿出来让我们检查 凌云师姐也深知修道之人 对气息很敏感 师弟为了你的清白 你就让萧师兄搜一下又何妨 看师姐出口方形只能答应 不过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要是没搜出来 得赔偿精神损失费 第二必须是女人要搜 第三要是没搜出来 风轻薇给我当一个月婢女 见到自家师兄答应 风轻薇一脸委屈 为了不出意外 她准备自己亲自搜身 可是搜完所有储物袋 都未发现一丝异常 萧一鸣却知道方形有个储物戒指 她肯定紫物兰花草就在里面 但是打开戒指之后 萧一鸣却是心中一震 里面居然没有兰花草的气息 看见师兄摇头 风轻薇冷汗直流 我不会要去当方形的婢女吧 她不死心地将所有物品全部导出来 不停地翻找 试图将东西找出来 看到自己师兄再次摇头 风轻薇一脸无助地坐在地上 完了 萧一鸣还不死心 方形你到底把东西藏到哪里去了 识相点就交出来 方形顿时炸了 跟你说了是筑机大妖拿走的 非要怀疑我 现在让你们搜了搜不出东西 难道还要赖在我头上 第一真传就可以随意冤枉人吗 萧一鸣失去机缘本来一肚子火气 一听此话顿时怒火攻心 拔剑就要斩了方形 却被凌鱼师姐拦下 师兄你要是在虎脚蛮缠 我定会将此事上报掌门 萧一鸣只能强忍下心中的怒火 师妹我只是与方师弟开个玩笑 惊动掌门就没必要了吧 哪只方形突然又作死地跑出来 萧一鸣我的精神损失费呢 你该不会不认账吧 居然还敢跟我要账 就怕你有命拿没命化 随即拿出一块灵石扔向方形 但是灵石中却蕴含风雷的力量 而方形的全身灵气都在炼化药力 根本没有办法接下 突然一道法阵出现在方形身后 灵石居然自动爆炸 方形急忙感谢师姐解围 没想到萧一鸣这银币居然还有暗手 萧一鸣见识不可谓只能无奈退去 风轻威这小田狗急忙跟上 方形却是不干了 风轻威你跑什么 你现在可是我闭你 正想追上去鬼戏丹的药效却过了 全身灵气不停地乱喘 必须要赶紧找个地方炼化完花草 凌云师姐看着方形修炼的动静 心中担心无比 连忙前去查看 却发现方形为着骗驴 心中暗脆一口人小鬼大 娇羞地转身就走 方形却在此时将他一把拉住 师姐每天都要亲自检查师弟的身体 却未料到师弟不知不觉中已经长大 师姐暗脆一声人小鬼大转身欲逃 方形却一把将凌云师姐拉住 扭扭咧咧地表示 师姐我需要你的帮助 原来就在三天前 方形生吃了一株紫物兰花草 强大的药力差点把它撑爆 必须尽快找地方炼化药力 师姐以为方形的伤势复发 还主动要求为他护发 金屋却在此时想要偷偷溜走 师姐却突然凤目寒煞 师弟这野生妖兽很难驯服 不如我们将他腰单取出 炖一锅金屋汤 金屋顿时吓得瘫软在地 不跑 再也不跑了 方形强忍着在体内乱窜的药力 运起太玄金开始慢慢炼化 为了提高灵力的精纯度 足足炼化了三日 方形猛然睁开双眼 给我破 全身瞬间发出滔天的怒火 山洞外的凌云师姐吃惊不已 这小子到底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修为居然提升这么快 师姐不放心进入山洞查看 哪知却看见方形为着骗女 原来方形在破镜时 三昧真火中的怒火 直接将衣服烧毁 师姐貌似看见了不该看的 心跳速度起码增加了十倍 就连手上的赵明珠 掉在地上也未察觉 暗催一声人小鬼大 师姐慌忙转身欲逃 方形却突然伸手将师姐拉住 师姐顿势慌乱如马 你要干什么 还不快将衣服穿上 方形一脸委屈 师姐储物袋都在你那里 衣服都在里面 师姐急忙从中找出一套衣服 扔给方形 强行压住心中乱撞的小鹿 快点 换好衣服我们就该出发 原来三日前大部队就前往封印之地 凌云师姐为了方形的安全 只能在此苦等三日 方形大受感动 还是师姐对我最好 凌云闻言心中的小鹿又开始乱撞 直到方形问及自家的傻鸟 才恢复正常 凌云师姐一脸得意 当方形找到金屋时 他已经没了半点气息 方形急忙收回捆仙手 准备趁着刚死不久炖锅金屋汤 金屋却突然跳了起来 你他喵的这几天去哪了 是不是想饿死鸟爷 方形可不惯着他 一巴掌直接呼在他脸上 几天不见长脾气了 还敢对我瞎臂臂 小爷今天心情好点你个机会 正式成为我的做企 就饶你一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可是高贵的三足金屋 给你机会重新组织下语言 要么当做其跟小爷 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要么今天就把你炖了 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金屋知道要是不答应 肯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不过他得为自己 争取最大的利益 一人一鸟一番 极限拉扯之后 最终达成协议 金屋成为方形忠诚的做企 但每月必须 给他三成的修炼资源 师姐看见金屋身上的 捆仙绳都取了 心中一惊 还是师弟厉害 居然连野生妖兽都能驯服 但是转眼一人一秒在空中 就打得你死我活 师姐一脸同情 也生得果然不好养 在方形欢乐地 骑着金屋赶路时 断真谷的师弟 却陷入危机 原来断真谷弟子 跟随大部队前往封印之地 却因为方形得罪了肖一鸣 屡屡被排挤 根本得不到一丁点的修炼资源 吴相同只能带着师弟们 自己猎杀妖兽 今天好不容易遇上 一只七阶的师身蝎尾兽 断真谷所有弟子 一起出手为杀 虽然勉强将妖兽打成重伤 刘师却在妖兽反扑的时候 被歇尾折了一下 吴相同迅速举起手中的长剑 狠狠地将刘师的左手转下 然后快速掏出金创药 敷在断臂之处 吴相同一脸懊悔 要不是我赌气 带你们单独猎杀妖兽 刘师弟也不会受此重伤 师兄不必自责 我们都是心甘情愿跟你的 断臂的刘师 更是狠狠地垂向地面 老子就是战死 也不受那帮人的鸟气 吴相同叹了口气 要是方师兄在此 他们怎敢如此猖狂 随即准备将刘师带去养伤 并且交代师弟们将妖兽的内担取出 却在此时一道刀光瞬间闪过 物阵谷的刘正风突然出现 将师身些尾兽的妖丹抢下 不错不错 还是颗七阶妖丹 放下妖丹 这可是我断真谷猎杀的 刘正风一脸的猖狂 谁说是你们断真谷杀的 萧师兄可是立下规矩 谁斩杀妖兽就归谁 刚才最后一刀可是我砍的 刘正风你真当我断真谷好欺负吗 你敢出手吗 这可是萧师兄的规矩 你敢违抗 刘正风不要弃人太甚 不然方师兄回来后必会找你算长 那小鬼得罪了萧师兄 蹦打不了几天了 你们居然还把他当作靠山 真是可笑 说完居然还想将妖兽的尸体也带走 无相同忍无可忍拔出长剑 以动一下试试 现场的气氛顿时凝重了几分 战斗一触即发 却在此时物阵谷的风轻微突然出现 你们在干什么 刘正风见到自家师姐气势大阵 居然恶人先告罪 师姐断真谷的人想抢我的腰单 风轻微被方形羞辱 本来就对断真谷没有好感 完全不听无相同的解释 既然是我师弟最后杀死了 这妖兽当然归我师弟所有 师弟快点将妖兽收好 我们还有大事要办 无相同气的浑身发抖 人居然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紧紧地攥紧拳头 就连指甲深深陷进肉里也未察觉 但为了不负方师兄的嘱托 他只能苦苦忍耐 并且还拦下即将爆发的师弟们 不要冲动 只要我们先出手肯定中了他们的算计 先等方师兄回来 今日的欺辱定让他们百倍偿还 而风轻微离去之后 就带领自家师弟开始布置法阵 他们这次的目标 是一只久接圆满的班山蜈蚣 所以必须使用带毒的灵血将蜈蚣引出 再利用阵法将蜈蚣困住为杀 却未料到这灵血对普通妖兽 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风轻微只能带着众多弟子躲进山洞 哪只仅仅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妖兽就为了争夺灵血杀的血流成河 最后只剩下一只七阶的尸身蟹尾兽 和一只八阶的灵鸣侍侯 却在此时地下传来巨大的震动 一只长约百丈的班山蜈蚣破土而出 尸身蟹尾兽下的落荒而逃 想跟蜈蚣斑斑手腕的时候 则彻底成为了典型 趁着班山蜈蚣正在享用灵血 风轻微却带着物阵骨的湿地 占据好方位启动法阵将蜈蚣控住 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对手可是班山蜈蚣 虽然不能上天 但是随时可以钻地跑路 索性疏妖骨各种符咒齐全 几千张风地符飞射而出 死死地将班山蜈蚣困在阵法内 再加上事前埋伏好的爆裂符 直接将班山蜈蚣砸得遍体鳞伤 但是还不等风轻微高兴 地面就开始剧烈晃动 原来这只班山蜈蚣可不是普通九阶妖兽 不止力量惊人 还觉醒了血脉中的神通阵地数 硬生生地突破了阵法 并且从地底招出虫族大军 掩护自己跑路 风轻微却是心中懊悔 早知道就不去得罪断真骨 要是加上他们的法器 这妖兽肯定破不了阵法 蜈蚣一路横冲直撞 根本无人敢擅前阻拦 听到动静的断真骨弟子急忙前来查看 并且他们出现的位子 刚好卡在蜈蚣的必经之路 风轻微大喜 断真骨弟子快拦下那只蜈蚣 哪只无相同几人却是轻蔑一笑 随即转身就撤离了战场 半空中的萧一鸣弃己己 这群废物本想利用这群师弟师妹消耗下 现在只能自己亲自出手 哪只满天的剑气不仅没突破蜈蚣的防御 还激起了他的怒火 当即就是一世神龙百尾 带着万军之力狠狠地砸向黑云 萧一鸣急忙运气护盾 才勉强接下攻击 他正想利用黑云的速度寻找机会 却发现班山蜈蚣已经带着满天的毒气快速接近 此毒剧毒无比 就算萧一鸣已经灵动圆满 也只能暂避锋芒 带到毒物散去 班山蜈蚣已经没了身影 萧一鸣心中怒火滔天 计划这么久 居然让班山蜈蚣给逃了 你们都是废物吗 连只蜈蚣也拦不住 众人唯唯诺诺地不敢还口 只能心中默想 你自己还不是没拦住 刘振峰却又跳了出来 萧师兄就是断针骨弟子临阵脱逃 不然蜈蚣早被我们逮住了 吴相同强忍着怒火 你们围杀的妖兽跑了 关我们何事 当然关你们的事 那可是萧师兄要的东西 就算是死 你们也该把蜈蚣拦下来 吴相同正想反驳 天空却传来一道霸道的声音 自己实力垃圾抓不住妖兽 想要我断针骨弟子当替罪养 你们可问过我手中的道 还临行前向师父发誓 一定会将若鸡师弟平安带回来 却未想到仅仅闭关三日 师弟们不止受到排挤欺辱 刘师弟更是丢掉一条手臂 成为废人 当方形霸气回归的那一刻 物证骨弟子纷纷胆寒 这煞星不是被大妖所杀 伤势这么快就好了吗 刘师弟再也压不住心中的委屈 方师兄 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 方形没想到短短三日 就发生如此多的事 其他弟子看着方形的脸 慢慢阴沉下去 已经能想到等会必是心风血雨 此时的肖一鸣还猛然不知 无意间已经将方形得罪 还在交代师妹追踪无功的踪迹 直到物证骨的刘正峰主动请罪 才知道这些人借着他的名仆 一直在欺压断针骨 虽然将师弟师妹们教育了一顿 但他仍没将断针骨放在眼中 方形却在此时拖着必焰高 刘正峰谁给你的胆子敢 气如我断针骨 出来受死 刘正峰文言吓得贪软在地 只能苦苦哀求肖师兄保他一命 毕竟是自己忠诚的小弟 肖一鸣还是出口 方形此时到此为止 别再胡闹 方形把刀狠狠地砸进地面 众人一阵紧张 以为他就要出手 哪只方形却突然开口 肖师兄 听说你立下个狗屁规矩 谁最后杀死妖兽这妖单就归谁 不错 这规矩公平公正 难道你还有意义 方形却在此时不弃返校 那按照师兄的规矩 那九阶班山蜈蚣 大家是不是都有机会 众多弟子文言瞬间激动 九阶妖单可是价值八万零十 并且班山蜈蚣已经身受重伤 这等好是千载难逢 听到师弟们的议论 风轻微急忙跳出来 小鬼你不要胡说八道 蜈蚣已经被肖师兄打伤 自然归他所有 那刚才是哪个孙子亲口说的 谁最后杀死妖兽 妖单就归谁 风轻微顿时被方形气势所设 要是不将他斩杀 我在弟子中的威望 必将一落千丈 正准备动手 察觉到杀意的凌云师姐 却突然开口 师兄那规矩到底还做不做数 萧一鸣心中一惊 没想到凌云居然会帮方形说话 此女在宗门的地位 不在他之下 不能得罪 萧一鸣缓缓地将长剑收回 再说他也不相信 真有人敢跟他抢妖单 索性大气一点 不错 不管是谁最后杀死班山蜈蚣 妖单都归他所有 众弟子听后却无半点兴奋 因为谁都知道要是敢抢蜈蚣 事后必定会被疯狂报复 方形却在此时发誓 只要谁能提供班山蜈蚣的下落 我怨出三万零食的报酬 并且帮你保密 众弟子一听瞬间疯狂了 既不用得罪萧师兄 又能得到零食 而方形明显是准备跟萧一鸣撕破脸皮 正面硬刚抢夺妖单 刘师弟却担心就算找到妖兽 也抢不过萧一鸣 毕竟对方是青云门第一针船 众多失地纷纷献策 怎样才能快速击杀班山蜈蚣 已年过半百的催百万 却突然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把弓箭 方师兄 这是我花费三十年继续买下的上街法工 或可助你一臂之力 方形接过法工心中大喜 用此弓远程射杀 抢夺班山蜈蚣还不是易如反掌 兵贵神速 方形当即决定坐着金屋先去寻找 没想到路上金屋却给了他一个惊喜 小子你要是能把腰单送我八成 我马上帮你把蜈蚣找出来 不可能 最多只能给你五层一 金屋一脸奸济得逞的表情 成交 随即找了个隐秘的地方停下 倒脱了半天 才从口中吐出一口破顶 又连朝破顶那连土十数滩口水 口水进入破顶中 瞬间变成赤红色 金屋口中又念出一段神秘的法咒 顶中散发出一缕缕诡异的气息 仅仅一炷香的时间 金屋就一脸肯定 那只小蜈蚣就在东南方 芳行知道了蜈蚣的方位 却未马上前往 而是拿出自己的传信令符 无师弟 班山蜈蚣就在东南方向 已悄悄将消息放出去 原来芳行并未准备应听九阶的蜈蚣 而是准备拿着上庭法工在后面捡漏 最先进坑的是书文古的弟子 班山蜈蚣体型太过庞大 很容易被发现 皮不休这时却拿出传信令符 萧师兄我们已经找到蜈蚣 东南方向速来 但话还未说完 就被班山蜈蚣发现了踪迹 直接飞入空中袭来 依照几人的实力肯定不是蜈蚣的对手 只能期盼萧一鸣尽快赶来 而早已到达的方形却苟在一旁 没有一丝出手的意思 随后到达的萧一鸣也不敢出手 就怕关键时候方形横插一脚 直到皮不休陷入生死危机 萧一鸣还不得不持缘 这可是他的铁杆追随者 要是不救 定然会让手下的人寒心 萧一鸣不敢留手 上来就是数十道剑光斩出 班山蜈蚣本就身受重伤 现在最多只能发挥出八阶的实力 面对全力进攻的萧一鸣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萧一鸣却突然停下开始蓄力 准备使出大招一剑入九天顺杀 他不准备给方形一丝简陋的机会 方形却在此时拿出上平法攻 准备关键抢夺 却在此时下方发出一声巨响 班山蜈蚣居然被一条长边斩断 方形一脸怒意 哪个王八蛋竟敢抢小爷的东西 烟雾散去 出现一个娇俏可爱的少女 口中更是娇憨 走路都能捡个九阶腰单 真不错 方形正想上前抢回腰单 金屋确实已经慌麻了 他喵的 怎么是这个小娘皮 赶紧将要上前的方形拉住 别说话 千万别说话 这只傻鸟的智商碾压99%的人类 但他最喜欢做的事 却是带着老父亲偷鸡摸狗 一个月前更是掏光了霸主 柏兽宗的库存 父亲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扔给傻鸟一个破顶 就撒鸭子跑路 却未料到这破顶 是柏兽宗的镇宗之宝 手往顶 傻鸟直接被柏兽宗追杀三万里 意外地逃到了处于青云门地界 并且结识了男主方形 一人一鸟臭味相投 傻鸟喜欢悄悄摸摸拿人东西 方形却喜欢当面强强 这个奇葩的组合可谓是最佳搭档 今天他们要搞一把大的 准备从青云门真传大弟子手中 抢下九阶半山蜈蚣的腰单 方形弯弓搭剑 已经做好准备关键时刻 射出必杀一击 蜈蚣却突然被一条长鞭打成两段 方形没想到行走江湖多年 今天居然被个小女孩给截胡了 当即就要去找回条子 哪知金屋看见女孩顿时妈了 这小姑奶奶怎么来了 见方形就要发飙 金屋急忙将她抱住 随即拖着方形悄悄隐藏起来 方形当即就知道其中有故事 提着金屋的脖子 老实交代 是不是偷了这女孩的肚子 听到金屋偷的居然是 百兽宗的镇宗之宝 方形不由地吸了一口凉气 百兽宗可是渤海国的霸主势力 宗内高手如云 这傻鸟能活到现在真是奇迹 但是方形可不打算将兽王顶交出去 到自己兜里的就是自己的 不过既然兽王顶的人能找到这里 肯定是刚用兽王顶时泄露了气息 除非有掩盖气息的宝物 不然这傻鸟迟早会被找到 傻鸟已经在计划再次跑路 方形却在此时掏出一个面具 掩盖气息小意思 随即凑到金屋耳边 悄悄告诉他使用方法 而一边刘振峰为了拍笑一鸣的马屁当即跳出来 你是哪家弟子 居然敢抢肖师兄的腰单 谁抢你们东西 这妖兽是姑奶奶杀的 那就是我的 不说八道 这明明是肖师兄出手斩杀 快将腰单拿出来 女孩眼珠一转 那我要是不给呢 刘振峰直接拔出长剑 那就不要怪我一大七小 说完就提前向着女孩冲去 哪只女孩只是嬉戏一笑 先先御手一抓一放 刘振峰就不受控制地飞了起来 更是直接被女孩扔了出去 摔了一个狗吃屎 刘振峰慢慢地爬起来一脸阴沉 正准备放狠话 一名仗鱼的巨汉突然从女孩身后走出 似抓小鸡一样将刘振峰揪住 星云踪踪人脸色皆变 肖剑明也抽出随身配件 但现在壮汉只是抓住刘振峰 并没有痛下杀手 这才强自忍住 肖一鸣冷冷地看着女孩 猜测对方的来历 女孩仅仅灵动五重的修为 却将引力数修炼到如此境界 肯定来头不小 能不得罪尽量不要得罪 姑娘是哪派的高卒 为何要来我青云门试炼之地 你还没资格知道我的名字 我只是来找个这么大的小弟 你见过吗 肖一鸣文言顿时怒了 我堂堂青云门的真传大弟子 难道没有资格知道你的名字 当即出见 女孩看着只离自己属离你的见见 大脑一片空白 反应过来后突然大叫 昭阳哥哥快来 有人欺负我 肖建民危政 没想到女孩会是这个反应 忽然空中传来一声怒吓 谁这么大胆 敢欺负我家少主